什麼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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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是什麼 Man of no use 人家是讓我挖鼻屎 就挖出來一個鼻屎給他看 他是會吃掉的 鞠哥你會吃Vicky的鼻屎 不會 那去深圈招式之前呢 旁邊是寵物店 他跟我兒子手牽手進去逛一逛 這是雞啊 這也很便宜啊 不到兩百塊 你有在獎嗎 有啊 問題不是 不是錢不便宜啊 你就不要哪一天 遇到淡價上漲的時候 你就要謝謝李鑫了 你就要謝謝我了 那麼小顆夠不夠 這樣子嗎 這麼小顆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還有這個題目嚇死人了 不會啊 那個妳是指男生啊 就是男生啊 是上天派來毀滅我的嗎 真的 像小孩子就是不可以給爸爸帶 給爸爸帶就是會搞砸一些 抗議 超容易的任務 哪裡也會搞砸 對 其實不只是小孩啦 洗碗也不行 就是摔破碗 對... 什麼都不行 你們到底會什麼 來 歡迎今天的來賓 Vicky姐 咪咪 咪咪 Eva 來 屈中恆 屈哥 來 Tom 謝謝 黑大叔 黑大叔 來 就是會搞砸 成交給另外一半什麼任務 沒想到 悲劇了 來... 那我們屈哥先開炮了 我們還有什麼事可以講 管錢 管錢 又講了 我想所有的老婆都很希望 能夠掌握經濟大權 沒錯 男生有錢就做不完 對啊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 什麼 很嚴重耶 破產耶 你這樣很嚴重啊 很嚴重 真的嗎 錢給他管 不管家裡的水電費 或我們的卡費 尤其是卡費 你那個不交就會有信用上的問題 對 年輕的時候不是 我只要繳那個最低小款金額 一個就好了 就啊 一是最低... 一是最低... 那個也會影響你的信用 那久了 銀行認定你是一個... 成光彈 最低的 一個入不敷書的人 你是一個... 月光族 沒用的人 就不敢帶給你嘛 這是銀行代號 這是... 什麼你知道嗎 是什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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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如果看到這個代號你就知道 請問一下是什麼音樂 對... 全名是什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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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繳的 他們不是不知道該繳 好像有一天 他知道 他就是要偷... 偷到最後一天 然後偷到忘記 對 你可知道 真的就覺得 一天有人在通知他他才繳 真的覺得說時間還是留在自己身上 多就是一天 捨不得花出去 那你的大樓管理費有繳嗎 有啦 喂... 不要讓我請假 我問這個 這個比較重要 因為是我繳人 要很注意啦 標題 沒禮貌 微婉的問法 你有去吃那個燈稿嗎 那是一通告嗎 要把禮物放在管理室 他一定有禮貌 我覺得 我覺得曲哥也是一個 就是他也是一個 滿健忘的人 所以我必須要說 那你們家 他常常忘記帶錢包出門 然後有一次就是 而且那天晚上是他要請客 然後呢 而且他人已經到了東區了 他才打電話給我說 你在幹嘛 你在家 我說對啊 剛好弄小孩要吃飯啊 幹嘛什麼的 他就說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 什麼事 他就說 你幫我送錢包好不好 我錢包忘記拿了 沒帶錢包 沒帶錢包 還要請客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要聽這些 不會影響我的信用啊 對不對 那忘記繳那個信用卡 人家是會打電話來給你的 曲先生 你又遲繳了 你又忘了繳了 人家會知道曲中衡 對不對 對 都沒繳 等不下去台灣 還有另一個曲中衡 很難講喔 很難講喔 同學應該有一個 現在已經簽約曲中衡 馬上打掉投影 來 我們張求 同名同姓 如果有的話 歡迎來我們節目錄影 對 對 可以獲得 曲哥的簽名照一張 對不對 我幫你指控 好 換我囉 顧女兒 對 顧女兒顧到怎樣 顧到怎樣 顧到 會啊 這個很嚴重的指控喔 這個 對 一輩子的 性又可以再修回來 破產還修復 那毀容修復 其實我一直覺得 曲哥是一個非常好的神隊友 因為他甚至都可以一打四 可是就是在有一天呢 我好不容易有一個空檔 我去朋友家 然後我就 朋友就 我們本來在聊天 但是朋友說他要出去一下 叫我幫他 那我就覺得我好久沒幫到麻將了 以前都有節目現在沒有了 趕快坐下來 一坐下來沒到五分鐘 屁股還沒熱就接到電話 媽媽 我們家老三打給我 我說怎麼了 我們現在在急診室 我說發生什麼事 怎麼會在急診室 他說妹妹 妹妹摔倒了 然後我說怎麼摔到哪裡 他說他的臉 他就很緊張這樣 我說那你現在拍給媽媽看 然後他就先拍給我看 我拍 這一半喔 血肉 這個還是已經結痂了 還沒有結痂的時候是血肉模 我看到我都快滾倒了 但是我又要針 很嚴重耶 有些針耶 而且過年前你曉得 對 過年 所以他過年就是這樣子的 毀容的狀態 毀他還笑得出來 笑得很開心耶 小孩過了 他只要笑啦 不痛了就忘了 對 不是 因為那我剛坐下來而已 但我又要裝鎮定 因為我不想說 我好不容易摸到牌 我就要走人了 對 還滿好 我就要裝鎮定 我說好 那你們現在 你問醫生說 嚴重性是怎麼樣 需不需要縫針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就問爸爸 然後爸爸就說 醫生說沒關係 就是可能是那種表面的 脆胸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沒關係 那你們就 看完醫生趕快回家 妳還沒有要回家 沒有 繼續摸 你才有問題 這就是講對不對 還想摸到一架 我是幫人家帶他 然後如果我臨時又走的話 但是我走了也沒有用 因為他已經是 在我可以掌控的狀態 因為他不用逢針 只是表面的脆胸 是那一陣子就是 剛好又要過年了 我女兒就變成那個過年 整個都是脆胸的那個狀態 就安慰他 健鴻哲熙 還好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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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看照片 就是這樣子 小朋友還好修復得很快 所以他現在臉上都沒有巴子 太好 那次是個意外 為什麼 因為我那次是開一個七人座 帶兩個小朋友出去買東西 然後快要到家了 我想說我們家那邊有一攤那個 賣咖啡的很好喝 我想去買個咖啡 我就交代老三 你們兩個在車上 你要看著妹妹 不要讓她下車 然後我就去買了 話才講完剛走而已 老三就 把後面的電動門打開 就跟著我後面 那我說妹妹呢 他說在車上 我說不行吧 你趕快回車上吧 就這麼短的時間 就看那個老師就這樣 摸著臉這樣跑過來 幾秒而已 對啊 我跟老三才講兩句話而已 他發生什麼 就等於是老三跳下車 他沒多久也跳下車 跳下車因為七人座比較高一點 他跌倒 對 他跌倒直接就 好可愛 而且又剛好就有點接近眼睛 就滿可怕的 所以原格講起來 跟妳是無關的 對不對 對 有了 還沒有 大概是車子的問題 但是 剛怪就怪車 對 就跟妳講不要買那麼高的車 換掉 我還不早就跟妳講說 開高的車對小孩危險 妳應該去買當保堅尼 對 還要讓她 讓她出來 讓她出來 她至少不會 踢到不行 再也載不了四個人 各位女士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如果這件事情是發生在 我們身上的話 就會被老公罵得要死 會 真的 老公反而不會去處理事情 她反而是用指責的方式 妳是怎麼顧的啊 妳是跟媽媽怎麼當的 對 妳連媽媽都當不好 我還能期待妳 做什麼大事 真的 妳是昨天才罵破了 怎麼罵那麼順 講到這個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就有 我那時候回來老二的時候 我大概肚子大概五六個月 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女兒 就是我們要去公園 姊姊她就是 溜那個滑板車 然後溜一溜 小孩就直接 眼睜睜的從我前面這樣 她也是 她牙齒整個噴一噴血 那個牙齒掉 對 然後她就罵我說什麼 妳怎麼顧小孩的 我說我懷孕我要往前 我根本就來不及 這肚子還有一個 然後她就怪了 妳可以手這樣抓住啊 對不對 妳這樣就要暈 對 反正就是小孩受傷都怪了 對 爸爸顧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永遠記得我小時候 我爸把我從摩托車抱下來的時候 一抱下來 她就把我的腳拿去燙眼睛 我燙了一次之後 有教訓了對不對 下一次燙另外一隻腳 我兩隻腳 後面這邊有兩個 她就是我教的那個 利物費的 對啊 曲哥要講的這個事情驚悚了 他指控Vicky 差點把你們家燒了 有這件事嗎 是 我必須 我必須先說 這個Vicky很有做菜的天分 然後做的也真的很好吃 應該不錯 有一次 剛下班嘛 放鬆一下喝一點酒 我去給你弄個下韭菜 然後她就說要炸牛肉 我們炸東西或炒東西 是不是應該都要用那種鍋 口是比較大 對不對 他用的是什麼 他用的是煮麵的那種 小鍋子 有一個把手的那種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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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去炸東西 哇哩哩 而且是非常小的一個 個人的喔 它裡面放有開大火 還沒有開始炸 然後那個火這樣子 會進去到那個鍋裡面嗎 把整個鍋子包住是不是 對 很恐怖耶 我是看電視覺得 我會以為 然後我就 浪燒 不是 我還先裝鎮定 我還用絲抹布這樣去蓋它 對啊 結果那個火還是一樣很大 然後煙又更大了 可惡 然後我就開始 Q啦 然後 廚房燒起來了 然後我才去幫她處理 把瓦斯爐趕快先關掉 然後還去拿那個滅火器 對啊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我不會 我還不會煮飯 那時候不知道怎麼去選鍋子 我們來舉牌 覺得 誰比較欠打 給他們對方來打 互打 對 然後我們咬那個口琴 如果打下去的時候 發出聲音 我有聲音出來了 再打一次 繼續打 打他們的聲音為 誰想要變態 誰想要變態 我覺得男生問題比較大 還是女生 還是女生 來 三 三 二 一 請舉牌 是不是 Q哥 我聽你 有 我也有聽你 你為什麼覺得是Vicky 對啊 你看那個 把家裡燒起來 家家都毀了來 什麼其他的 對 我覺得小孩的生命 最珍貴 對 你覺得也是Vicky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燒掉房子 他等於就是把全家的安危 置於後面 那個咪咪代表說 我也是覺得真的 女兒真的臉很重要 對 女生一輩子耶 來 那徐哥不好意思 徐哥喊一下 對 他自己 來 請給我停 請喊 要跟你提醒 如果太小烈的話 怕你要被打 你這樣打是不會有力氣 一定要要這個角度 要另外一邊啦 對 我先示範給你看 我幹嘛 為什麼啦 沒有 我示範而已啦 等一下 你的臉 來 口前要整個含住 含住 含住 含深一點 對 不要用牙齒啊 會痛 含住就好了啦 不要用牙齒喔 你準備好了嗎 好 開 開了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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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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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尊敬老人家 對 神之七場你 Vicky姐我會打耶 如果要是別人 你這樣子要再被打一次 對啊 對 對 這個要是Paul 這個要是Paul這樣的話 然後早就被打到痛苦 好 來 現在輪到Paul來了 排行程 排行程 結果準備了 結果就是 一萬二 給他打水 打水漂 大家都知道 現在要帶小孩出去 其實要 一毛兩毛都要省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 之前都是我在訂 然後我想說秘密 他還說現在 你年紀也大 他也可以來訂一下 試一下 而且還不是最難 什麼那種飯店 那個機票 都我來 你只要訂那個 吃跟按摩就好 這最簡單的 他這樣講電視而已 對 當地而已 就這樣從A到B而已 非常簡單 他說交給我 沒問題 他先訂了一家SPA 然後又訂了米奇人餐廳 我想我米奇人真不錯 但是重點是 那個米奇人餐廳都要先繳錢 對 兩個人 一個人六千 兩個人就一萬二 我說你要確定 我要付出去 他說沒問題 沒有問題 時間什麼他都抓得剛剛好 我就衝你這裡剛好 好 來走 結果當天我也沒再多問了 那天他就說 那我們四點了要去按摩 我說 四點按摩 那我們訂幾點的餐廳呢 他說六點要到 他說六點要到 他說對啊 兩個小時你看 四到六 還有兩個小時 很來得及喔 半腹一圈都可以夠囉 那我說 小姐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對啊 然後他完全忘了 他說啊 對 按摩可能要一個小時 那沒關係啦 一個小時內也可以到 他那個按摩會不會是 舒服 對 結果他又忘了一點 好 四點按到五點 五點 五點是 超級塞車 超塞車 結果我們一塞車 來不及來不及 就一上車 我開玩笑 上到第一個交道車上車以後 才過兩個紅綠燈 已經六點了 對 然後我就看那個船來說 你那個 再不來就那個了 好 過十五分鐘 我已經幫你那個 取消 我直接就下水 信用破產 一萬二打水漂 完全都吃不到 對啊 那會怎麼辦 後來就是去路邊吃炸雞啊 不然還是怎麼辦 對 順便他吵架 然後又踢桌子這樣子 又踢桌子 Paul來踢桌子 對 一直踢 泰國都來踢 泰國也是排隊排很久 對 有人插隊 店員沒有字 Paul就生氣你知道嗎 對 不公平 我知道他想要踢那個椅子沒錯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腳 所以他踢 沒有踢到椅子 他自己跌倒了 立馬油你知道嗎 我沒事沒事 當場一笑大放 玉琳哥想笑又不敢笑 對 秘密反駁排行程的問題 不是 是因為 他每次都會一直 就是讓我很緊張 那我就安排這樣應該還OK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一次 就是 就這樣了嗎 又... 腳模糊太過 對啊 就沒吃到也沒有關係 就當做做公益好嗎 做公益 對想的 對 誰在地區 誰在地區做什麼公益 那妳為什麼 我覺得四到六 這樣的時間是可以的 那個你知道 Google...Googleman 地圖打開 誰知道我一放開 放大以後 哇賽 一個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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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一定要張開啊 地圖不張開喔 你如果把它說... 說到最小 變成一個地球的形狀的時候 美國到台灣 你說Paul出國旅遊 像在當兵喔 他就是搞得好像一直 讓我們會覺得壓力很大 一定要幾點到幾點... 那種行程是不是 他就是他排好的 一定要去到 每次出國去 然後他基本上 不會讓我們去買東西 因為有時候出去玩 不是大家都會想說 買點伴手禮嗎 對啊 分給親朋好友啊 他當然不會去買東西啊 他不是導遊 他都沒有錢可以做 對 那是誰的偷喔 不是 我們女生就是喜歡的 會喜歡伴手禮啊 對 好 我們女生都會想說 東走走西看看 那還不錯 我們進去 我老公就一直在外面這樣 計時 然後就叫我們 好討厭 那種30秒只能看一下 有一次我逮到機會 因為女兒就一直說什麼 他很可想要喝果汁 然後因為曼谷不是市區 那賣場都 就是百貨超市 那賣場都超大的嘛 對 就是我就想說 我抓緊時間 就是一個好時間 我要馬上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 去買東西 他們就一直去在那邊 結帳區那邊 就是一大排的那種水果 然後現炸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他們三個就是 趕快去喝水果 要等一下 因為我很喜歡喝泰奶 我就立刻抓緊去那種什麼 什麼十六號泰奶區 吉隆商品區 然後立刻 馬 掃貨掃了一堆 那種泰奶 就是掃了一堆 然後我想說 完算什麼架上只剩三包 然後我遠遠看到 那邊有一個那種旅梯 我想說 我一定要趁這時候 馬上搬貨 我立刻就搬了那個旅梯 然後整個爬上去 把那個最上面都成的 對 多誇張 我轉頭過去看 一個人在搬旅梯 然後一個太妹在上面 然後全部人都說 然後就 然後幫他拿 幫他拿 你知道嗎 對 隔旁邊的 有一個外國人比較高 還說 小姐這還需要嗎 還在幫我一起掃 然後那個結帳區 因為他們還在喝果汁 然後沒差沒差 然後旁邊的人一直就 我就 其實台灣客人就有天 那人是瘋了嗎 台灣有的 對啊 你有什麼正式要指控的 吹頭髮 他有頭髮可以吹的 你說Paul吹頭髮吹到怎樣 吹到誰 吹到誰 巴比Q 所以他現在沒有頭髮 所以他現在沒有頭髮 所以這會有那個巴比Q的味道 頭油味對不對 他是幫誰吹 幫女兒吹 因為我想說這種事情 你看神隊友 應該很簡單 因為他平常 他都說他是神隊友 很會顧女兒 午晚三的時間很忙 要備料要幹嘛 然後女兒又很快 就是一直喊肚子餓 所以我想說 那爸爸我幫他洗完澡 你就是馬上幫兩個女兒吹頭髮 這種夠簡單的吧 對 分工合作 對 分工合作 比較快 不然他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我就就是在煮 然後我就一直聞到 好像怎麼樣 一股好像那種 燒焦味道 好像炭烤的味道 長說你煮飯也沒煮飯 對 其實也沒煮飯 然後那一次我還聽到 他們兩個的對話聲 他跟女兒的對話聲 就說 爸爸媽媽煮的那個 烤肉好香喔 你是不是在炒青菜 我炒青菜 我哪來都是烤肉啊 完蛋了 是不是出大事了 我一進去 跟他對上眼以後 他就還這樣 一直在那邊擠沒弄眼 我說幹嘛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整個往後看 我女兒的頭髮一大搓整搓 整個捲到那個頭髮 吹風機裡面去 難怪會有 炒烤的味道 然後他一直好像 我肚子好餓 好香喔 好香 結果沒想到是自己的頭髮 還發覺對不對 你女兒沒有發現 沒想到是自己的頭髮 我們的快樂時光 你在那邊打得幹嘛 我只好偷偷從廚房 繞過去我們家的房間 我拿了一包剪刀 因為我知道我女兒如果知道 一定會更激到 那個可能整個會捲到頭頂去 我整個慢慢走到後面 然後他胡說 你們繼續吹 BBQ很香喔 媽媽等一下煮 然後從那個頭髮把它剪掉 真的很慘 而且那時候我女兒很小的時候 也沒幾根毛耶 這個頭髮問題其實還好 因為韻哥知道我們家裡 因為我是主委 所以所有那個游泳池要開 主委都拿出來講了你 對 所有游泳池要開池典禮 都有第一個下去泡 主委必須要 開游儀式這樣 然後跳下去這樣 才會正式啟用這樣 然後那天因為有點冷 所以我們就在游那個夾褲 因為有個熱的那個 他們游游游就覺得有點冷 咪咪很奇怪 他又不愛陪小孩 然後他就在旁邊看說 哎呀好冷喔 哎呀好冷喔 再開始想把他抓下去 丟下去你知道嗎 那沒辦法 他說好啦好啦 就不要在這邊講風涼話 不然你們把我們那個 因為有點冷 把我們那個溫度調高 調到二十八度 因為那個可以調二十八度 你跟那個救生員講 他就會幫你調 他說好啦好啦去去 結果我們就游 我們女孩說怎麼沒有熱 游啦游啦 媽媽調了等一下就會熱 你要游起來 游起來就不會嗎 他說沒有 越游越的 我說我還在那邊流鼻力都不會 游越來越游越 結果飯店都沒有沒有 然後後來就拿那個 你水中的溫度計一看 哇塞十八度 不是啊 然後秘密還不見 還在那邊跟那個 健身那個教練 聊天聊得很開這樣 我說欸十八度啦 怎麼會 啊 挑錯啦 挑錯趕來聊天啦 挑錯了這樣 已經游了半小時了好嗎 不是 結果上去以後大家 全部人都感冒 沒有 我自己覺得這種事情 更不需要什麼開遊儀式 對啊 你覺得那個可笑 你會 因為 沒有 因為全社區沒有人在乎 沒有一個人 而且他有儀式 我跟你講這 沒有人游啊 沒有 真好笑 全社區沒有人觀你 就只有他們 有啦 有秘書跟寶貝 站在那裡 來跳下去就拍手 而且這個儀式 是他自己給他自己的 超有病的 因為 因為每年的五月 還是超冷的 那去年的五月寒流 然後又下雨又打雷 然後他呢 一直堅持說不行啦 現在五月一號 我就是一定要 他要成為五月的第一泡 對 他說水這麼乾淨 他就是要下去 然後什麼 這是我給他管理得很乾淨 很優質的水質 他一定要下去 他的震肌這樣子 對 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都可以下來游了 那麼冷 然後他自己一直強迫小孩 然後一直說不會游下去 就不會冷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要這麼有病啊 然後那個下大雨還一直下去 重點是他 不過我更適合跟阿強當朋友 為什麼 兩個都很適合 因為他們也都是主委型 就是多管閒事型 妳也害阿強感冒 沒有 是他害我 因為他也是 他是會有點製作主張 那一天你記得有一次 我們錄名模出任務的時候 我不是掃蝦 完全沒有聲音 那個時候在錄影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都在那邊 在一起了 還沒證實 然後那一天 我是前一天感冒 但只是咳嗽而已 然後他就想說 那你要補下身體 他就買了麻油雞給我吃 然後一吃麻油雞之後 鎖喉 鎖喉 然後我那天去錄影的時候 玉琳哥就一直笑我 因為我就是 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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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大雨當中 這個音量撐一整天喔 然後後來因為這次的教訓 我想說他應該知道了 隔幾天我就得了腸胃炎 但就是也沒有很嚴重 就是有點不舒服 小拉肚子 他說那你不能吃太油 他就買了蒸鮮壽司給我 然後又吃了幾個蒸影片之後 也不行啦 不是 我就受急診了 壽司不由 但是他旺盒裡面是生的 生的 對啊 學上加算 對啊 他就是會這種天兵路線的 這一組應該我看是很明顯 很明顯了啦 男生有問題 還是女生有問題 請舉牌 來 有啦 謝謝 來 一張票一次請 你是金魚那個 坐隔壁的情誼嗎 還是 不是... 還我一票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 對啊 太真的男生來講的 對啊 錢人解決的事情 都不是這樣 對我們兩個來講大事好不好 對啊 他搞那個開游一次 開游了 很有道理對不對 對 對啊 哪裡還好 重點是水 為什麼沒有到28 對 18 誰有啊 28好好的 來 我們請菲嫂妮來講一下 出國竟然是要放鬆了 像我跟大叔出國 我們是沒有行程的 我就把機票 對啊 飯店買好 我們一去到那個國家 第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是先去飯店睡午餐 對 這麼好急喔 第三胎了 所以第三胎來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睡飽之後我們才有去 就是看要去逛家去吃飯 所以我覺得 還有體力啊 對...我覺得出國這個 如果是我應該會很... 不要搞得像急行軍 對 我也會很緊張 來 所以是咪咪要打我 對啊... 來... 幫他敲好一下 太爽了 這太爽了 咪咪不要回答我 如果你不夠大力 換成你被他打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人 有抽屜都會往私利 所以你最好一開始 就把他往私利打 就打下去 加油... 瞄準... 對... 你拿出黑綠王的米軍卡 我說我還是站起來一下 來 3 2 1 等一下 拿好嗎... 弄... 你看他壓抑多久了 紓壓吧 什麼泄恨的感覺啊 明明這幾年的不愉快 就當一筆勾下來 等一下 你沒辦法泄恨喔 其實剛剛口氣你有發聲音啊 但是你看到他肚神那樣 對 算了 還是另外一隻腳要平衡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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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怕你在那邊走路變這樣 對... 隨便是一起嗎 對... 來 K大叔 彈生意 變成怎樣 彈生意 彈到後來變成 被破油漆 店面被破油漆 好嚴重喔 對... 因為我們做古董藝品的嘛 有時候都會去搜一些古董 那剛好呢 就有一個年輕人 他說我的爺爺 從大陸那時候到台灣來這樣子 然後他有那個養子白玉 但是他不知道市價是多少 養子白玉 對 就是河田玉 對... 對 然後這個... 養子白玉 對... 就是河田玉裡面的最高品 那個是滿稀有的啦 對...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 我就聽到價格 我說好 那我就馬上下去 然後我們去眷村裡面 進去的時候那個老兵還在喔 他就說他的小孩子嘛 就叫龍頂咚嘛 他說 沒有...就是把那個... 沒有...就是把那個... 我們乖乖 龍頂咚 龍頂咚 九彩曹大頭 對... 對... 就是從這邊來的 對...然後後來呢 我就很高興地把它收回來 因為一個轉手 它是很有利潤的 然後但是呢 在收回來的時候 我電話來 另外一支手機的電話來 剛好是這個 我就把它丟給我老婆接 我老婆聽到說你是誰啊 怎麼樣... 她說不可能啊 那個我老公說很貴 不是這個價格啦 後來我說什麼 她說 我也不知道 電話就掛掉了 後來啊是殊不知 那個他的孫子有沒有 其實問過好多人了 打電話來那個是 台中某大哥 他們已經出更高價要去 那個馬燒搶搶 對 結果呢 他說我這樣子沒有符合行規 搶生意 對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 就算了看怎麼樣再處理嘛 後來隔天 我們的店門口就被破漆 噴漆血 路走好 現在我在這行路走好 那你把電話給他的啊 那他搞不清楚 那時候有再講另外一支電話 對啊 說他搞不清楚狀況 那這個字怎麼辦 後來也就沒有下落了 他也沒有找過來 然後默默地把漆洗掉這樣 結果我老婆很天才 他說 他這個用噴漆血的 還滿不錯的耶 全部知道嚴重性這樣 社會司 也沒討厭啦 對啊 也沒討厭啦 做藝品這個遇到大哥 真的都難免 但我覺得我們不可以 跟二思力低頭 而且我覺得我老公就是 他很常 就是為了生意然後犧牲我 有一次他在直播賣東西 然後賣個太爽 他把我的LV的皮夾拿出來賣 拿出來 零元起標 隨意增額 然後呢 他還跟大家說 這是就是 EVA用過的皮夾 就是有誰要買 然後就開始競標我那個皮夾 但他完全沒有顧慮到 就是我是沒有皮夾 可能有錢那時候要過年了 他就跟我說沒關係啊 你就先用 他幫我做一個LV的夾鏈帶 夾鏈帶 他就這樣子讓我 讓我就是皮夾變成這樣 然後把我的皮夾賣掉 過年不是都會打麻將嗎 那我覺得你讓我帶這個夾鏈帶 過年撒麻將 對 你看 你看打麻將 我皮夾一拿出來 就是氣勢的問題 對啊 氣勢就輸了 那我氣勢就已經輸了 我怎麼在麻將桌上面贏錢 皮包 皮包拿出來 你還不是要掏錢 你也常常在輸啊 你的氣勢 就是完全不像氣勢 OK OK EVA來 正式控訴哪件事呢 陪大家輸 嗨家長 嗨家長 然後原因是 被辭校我們是烏龍家族 說你們是烏龍家族 對 那一次剛好我沒有空 就是有家長會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去參加一下 去到學校 他還跟老師說 請問一下我女兒的 那個位子在哪裡 然後她座號是幾號 然後老師還很傻眼問他說 請問你是哪一個同學的爸爸 但他講完 也找到女兒的座位之後 他因為會跟老師就是 聊聊 就是講話 對 會交流 然後他就一直跟老師說 那個高老師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後來那個老師 就很尷尬的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是陳 我姓陳 我不是高老師 高老師是誰 高老師是哪位 已經五年級了 高老師是我女兒 一二年級的那個班導師 我就想問他 那老師到底是多漂亮 那你寄到小女兒已經五年級了 至少我知道我女兒是五年級 對不對 沒有考錯班級 那我跟妳確認一下 那高老師是漂亮的嗎 那個高老師算不錯 然後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是因為媽媽都會有一個群組 就是有別的家長跟我說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滿丟臉的 因為我覺得 你去不知道女兒的座號跟座位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把老師的名字 就是性搞錯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沒有禮貌的事情 所以後來老師還有開玩笑 跟他們的同學說 那個誰誰誰的爸爸媽媽很可愛喔 他就說我們是那個 是烏龍家族之類的這樣子 烏龍派出所 我女兒的那個同學的家長 都滿喜歡我的 尤其是那個媽媽們有沒有 就跟大家打成一片 然後還互相加LINE這樣子 大家很快樂啊 只有你不開心而已 真的嗎 因為 因為你每次都跟色狼一樣 沒有 色狼 因為他在氣你心中 只惦記得到老師 對 差不多是這樣 我有發生過烏龍事 我有一次跟我女兒 也是一二年級的老師 跟老師的老公 挑戰私障對不對 對 吃飯嘛 吃吃 然後過了一年以後 我女兒生日 然後就請那個老師也來 到了會場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老師 老師好 謝謝你 來參加演員的生日 然後我看到旁邊有個男生 我遠遠來看他們兩個在聊天 所以我取錢的時候 當然就把他當做私障 私障 你們最近好也在爬山嗎 對 那個男生很尷尬 沒有啦 我跟你一樣 我也是 我也是 同學家長 我女兒在那邊 不是 亂願 原來他是我女兒的同學的爸爸 亂願 尷尬加烏龍的話 我覺得是我 那時候我去健康檢查 他想說40歲健康檢查一下 結果去檢查到那個大腸 有一個腫瘤 那時候就是零起 他說這個手塑掉 很快也不用化療 不用幹嘛的 這樣你就把他手塑掉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說 好啦那就順便也賺一點保險費 不然保險你也投保了那麼多 好了一輩子也拿過 對啊 帶著忐忑的心 好 準備去開刀 結果是隔天的第一床 第一刀 其實我也很緊張 然後我也跟我老婆講說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開刀 如果我沒有開出來的話 你就再找個人 再找個人嫁而已 這樣有關係 我在天堂也會保佑你 對 他是真的這樣跟我說 他是真的來的 因為還年輕嘛 在嫁可以的嘛 對啦 他也沒有辦法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進去 然後我老婆就陪我進去 然後到最後的一道閘門 然後那個護士也都認識我們嘛 那個Eva 這個戴上 就是那個綠色的手術帽那個 他說妳就戴上 然後等等就推進去了 我老婆非常的天才 戴在自己的頭上 那個護士 所有的護士都傻傻的看著他 他說那個 不好意思喔 是戴在病患的頭上 你戴在你的頭上 全部的護士都覺得傻眼 不是 因為女生的頭髮是長的 所以進去不是要防塵 你也是髮髮 你也是髮髮 這個才是真的是很誇張好不好 烏龍烏龍 但是你也知道你講什麼是沒用的 應該沒有被打過腳底板吧 對啊 為什麼 你家的家規處罰 就是打腳底板 不止喔 還打哪裡 還有什麼 對 我們家規很嚴格 就像我老婆這個肚子這個寶寶有沒有 在出二的時候 我們回娘家到家裡之後 我要睡覺了 我老婆居然說 什麼意思 不是才剛回來 我說不是啊 你不用回來娘家一下喔 原來是暗示我的那個 你在開車 小弟弟回娘家 我揪啦 這是什麼揪法 對 這有點揪得太遠 聽不太懂 對 他就這樣子 他揪太遠了 回娘家 用音量式的 小弟弟回娘家 不行的話就是 皮帶就皮帶 小弟弟 該回娘家囉 對 所以肚子這一個 才叫小出二 OK 對 好可愛喔 小出二 來… 妳吧 那個 平常有什麼怨氣 也不好意思 來…利用這個機會 所以也不用舉了 就直接打 也不用舉了 不用了 慢慢喔 沒有啊 如果是舉妳也不能打 所以要直接打她就對了 這個當作 對… 除氣用 很好 如果妳可以打下去以後 這個戲也會 打下去以後妳還吹一首歌出來 好… 這個我沒有辦法 來 準備了 3 2 1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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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摺底三次回娘家 好不好 不用回娘家三次 我現在還有 五個月不用回娘家 對… 對… 但是哪件事交給另外一半 是剛剛好 這個時候要講好話了 交給她 還不錯喔 對… 來 居哥 只要飯局交給Vicky來傳 給妳辦個妥妥妥的 包括幾個人 哪些人要跟哪些人坐在一起 感覺好像飯局妹一樣 她要吃些什麼 聽起來 有的人忌口 幫妳安排好 有的人不吃這個 不吃那個的 厲害 她都可以弄得很好 我覺得只要她來喬局 都可以弄得很圓滿 妳們朋友有人說 誰跟誰不能坐在一起 對 沒有… 她怎麼會變得出來 她差點多口而出 譬如說妳約了小禎 就不能約妳盡量 是嗎 不會喔 他們兩個還是可以喔 還可以喔 還是可以喔 朋友… 對 人敢這樣 居哥會怎麼會 表情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這方面 可能比較像小秘書那種 也沒有到她講得這麼厲害 但是也是在姊姊 因為我認識很多長輩 也是在長輩身上學的 對啊 厲害 這方面是有靠財 對啊 咪咪 什麼事交給Paul 辦是妥當的 開車 Uber 好慘喔 我腳被這樣打了 為什麼開車 講說因為妳不會開車啊 她會開車應該會很軍事化吧 就是… 因為妳就夠穩的很好睡 因為妳就夠穩的很好睡 對 我在開車真的是有夠慢 妳讓她載喔 要到目的地 這命要夠長 不是 就有一次朋友就說 那妳就是叫那個什麼 Uber叫不到 妳就叫什麼178 或什麼之類 很多App的軟體 對 然後有一次我就真的 叫到一個很可怕的司機 就是那種是變態型的 她一直上車 我一上車 她就 我一直以為 她是在戴耳麥 在跟人家講電話 結果是跟妳講 對 大概大概十幾分鐘以後 我就快 越聽越不對 因為她在講台語 然後一直說什麼 妳就叫人家安爭 然後講一些很讚的 只有車上就那個 然後重點是完蛋 我坐那台是 我沒有辦法就是等那種紅燈的時候 我本來想說 我要等紅燈的時候 立刻採門去 不要 先不要 你會像小女兒一樣跌下去 你去開哪兒 你去開哪兒 不會 她是想要這樣 但是後來想要不行 電動門太可怕 因為她超慢 而且會被她發現 如果她把我抓 一把抓回來 然後真的對我做那些事怎麼辦 我就很緊張 然後想說前面有一個 她有放一個酒精 如果 她等一下真的如果對我做什麼事 我就噴她 噴她眼睛 拿酒精噴她 對 她還謝謝妳幫我消毒 不是 好死不死那個人戴著眼鏡 我就只能祈禱 趕快默蔽力趕快到 然後後來回去跟她講這件事 因為她說 以後妳不要亂叫 如果就算要叫 那妳就是 就是安全第一 然後她就說 不然就是她在 反正她開車就是最安全 只是她還是會 稍微要是洗洗兩台 對 晚上要回娘家 對 所以這樣 沒有再回娘家 對 我覺得有點要 順便再回娘家 對 不是叫妳五星好評 五星 給五星好評還要再 就是還要服回娘家 對 很小 有點累 對 有點累 我們家大小的事情 其實也都是交給牆牆 都還滿可靠的 她都做得很好 但有一次讓我最感動的是 那個我們那個馬桶 以前租的馬桶是那種 方形的 就是公寓裡面的馬桶 是方形的 然後如果她堵住的話 你用那個圓圓的這樣吸 是吸不起來的 對 她就沒有辦法密合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已經上完廁所 就是大小號都有了 但她堵住了 然後堵住了 難看 對 想說怎麼辦 而且過沒多久就是我朋友 那整個會這樣會翻 對 然後就很頭不好 就趕快只好硬著頭皮 跟她講說馬桶堵住了怎麼辦 然後她就先拿那個吸 就吸不起來 結果她最後用她的 妳到底吃了什麼 下去挖的 下去挖 但不是我的大便堵住 是其他的東西堵住 但是妳會穿過妳的大便 對 然後她就去挖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好佩服她 真的愛 很感動 而且她是讓我挖鼻屎 就挖出來一個鼻屎給她看 她是會吃掉的 我會拿 我去給妳 會吃Vicky的鼻屎嗎 不會 不會 誰會 如果她要妳吃 證明妳對她的愛 不要 一個挖大便 不要 不會 不過不錯 我覺得去哥跟Paul哥 他們的老婆都還滿可靠的 我的老婆就不行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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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羨慕那種 真的 我的老婆是那種天兵 天才 因為我媽媽年紀大了 爸爸也走得長 對 就潛水到現在都還沒上來嘛 我就叫我媽媽去找個伴 然後就鼓勵她 我說妳去叫那個阿姨 幫妳介紹一個 對啊 OK啦 對啊 有財產的 有快刮掉的那種最好 那後來呢 媽 妳那個跟妳那個 玉的那個老兵啊 快一點 快一點 不行 我不行啊 妳那個叫床跟妳的老兵 然後後來 後來就那個跟 她常常跟我們那個阿姨出去嘛 去著去著我覺得不對喔 怎麼樣 媽媽就說 妳拿五萬塊給我 我說幹嘛 我說我幫助一個年輕人 繳學費 我說她去哪裡 她說就那個阿姨 帶她去什麼 會館 然後認識那個女生 賺學費 後來我就好 男女喔 會館 我說好啊 如果我就說好 那我就不打草驚捨 然後我就叫我老婆說 妳就跟媽媽一起去 我老婆帶著我媽媽去 我跟我朋友在聊天 後來就收到 帳單三萬二 某某某會館 所以妳老婆 彎得比妳媽還嗨 聲唱的 對 我不好講 對 重點是 還有影片 蛤 來來來來 這是一定要看 一定要開 難得 這誰 妳老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 另外人 對 先場 嚇死 嚇死 嚇我一跳 嚇我一跳 真人波 對 回來喔 我老婆還跟我說 媽媽會玩喔 然後後來我就跟我媽說 媽 我是跟妳說去找一個老伴 不是叫妳幫我找一個弟弟 對 就是後來也就不聊 就說好啦 那隨緣的 後來我媽媽也就沒有再去男朋友會館 今天算吃紓壓啦對不對 對啊 因為都是男生被打嘛 對 所以老婆們應該開心了 都有出道去 有時候夫妻生活會 累積一個怨氣 下次累積到一個點的時候 實在受不了了 再歡迎老婆 再來 再歡迎 再來繼續打仗 記得回家 記得來參加這個節目 對 對 OK 我們謝謝我們夫妻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哈囉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倒是 歡迎收看 哈囉 妳有事嗎 好 越禁止她越要做 對 所以男生他就很像一個小朋友 你現在這個年紀 你永遠智商就是只有三歲 他跟他說不可以不可以 他就是偏要 越反骨 所以男生不管幾百歲 都是反骨男孩 沒錯 對 今天應該要請反骨男孩 對 我們這邊剛好一票反骨的 對 來 先歡迎雨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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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掃四團 李欣 謝謝 來 男人在什麼時候 反骨禁嘲 直衝上天 予柔 深受其害 不是 我真的覺得 男人很奇怪 只要女人在開口講話的時候 男生就會得了一種 不想聽的病 你知道他們就會極度的不耐煩 跟不相信 跟不想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那時候 我記得是去國外的一個動物園 然後動物園它們就有一區 是那種可以開放讓你跟動物 互動的圓圈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種鳥類 我現在忘了它的學名是什麼 它的平常行走的高度 大概到一個大腿左右 這樣子的鳥 對 像一個比較大型的鳥 對 這種鳥 會不會是鵝啊 不是 不是 鵝很兇喔 鵝很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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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記得它嘴巴很長 我小時候在 大腿鳥嗎 大腿鳥你知道嗎 然後一隻鵝 有遠自盡 骨動翅膀 他餓了是不是 牠餓了是不是 牠餓了 牠因為 鵝專吃蚯蚓 所以咧 我叫痛到 你是蚯蚓 真的 妳那個是蚯蚓的實測 所以妳那個是鳥沒錯 是鳥 是鳥 然後因為家裡面就是媽媽 阿姨他們就說 其實還是滿危險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小 就是說盡量不要叫小孩子 去靠近那個鳥類 就說離牠遠一點 這個時候覺得 我爸就說 就是一隻鳥 有妳好怕 對啊 那鳥不可怕 我爸就衝過去 就要去摸那個鳥 然後我爸就耍帥的同時 你知道嗎 牠這樣一摸 鳥不知道怎麼了 好像被牠嚇到 還是想說你摸我幹嘛 那個鳥追著我爸在 圓區裡面跑而已 就是妳就看到 大男生 大男生 然後我們所有人 在那個柵欄外面 然後牠在裡面跑 然後鳥就在後面 一直追 一直追 然後就一直啄牠 你知道牠的高度會大對 牠那一啄 啄到哪裡 就跟你剛剛那個小蚯蚓 妳是一樣道理 直接捉牠的鳥 沒有 妳爸爸的鳥被鳥捉 對 到底是牠的鳥牆 還是我的鳥牆 很丟臉 有的長輩真的有夠反骨的 那泰國那個大象有沒有 拍照前人家都會提醒說 妳不要去觸摸牠 妳就站在旁邊 那拍照就好 有的長輩就是愛摸 一摸以後 然後一個得高望重 還是歷史老師的長輩 那個大象聽到聲音 就更愛摸 我一個叔叔 他真的也是覺得 有一次我們是去全家出遊 我們就開了三四台車 然後在休息站 休息的途中 男生會下車幹嘛 聊天 上廁所 呼吸 然後這時候我就有個叔叔 我真的不誇張 我們那個車輪 不是有個高度嗎 他就這樣一隻腳 這樣跨在那個車輪上 就這樣在聊天 帥喔 三七步這樣聊天 然後後面坐在車子裡面 的阿姨就說 妳的腳不要踩在那個輪胎上 很危險 對 他說等一下那個 如果有什麼事情 妳那個出什麼意外 怎麼 他說會有什麼意外 就是跨到這邊 吞掉尖叫聲這樣 因為大家陸續上車 那個車身下降 他腳直接被夾在那個輪胎 跟車身上 然後你拔不出來 你知道那是不能拔出來的 你必須要 然後旁邊又有理智的人說 趕快下車 然後車上人下去之後 他腳拿出來怎麼變黑色 哇 好嚴重喔 整個變熊掌還撞起來 哇 哇 為什麼要反駁 就是危險啊 我覺得特別車子這種 真的有時候男生是不聽的 對 因為他覺得車子是他懂 你懂個屁 對啊 我之前有個同事 他是開那個跑車 然後我們就從那個停車場 要出來 然後我們就說 這底盤太低了 真的不行 你一定要這樣子出去 你不要直接出去 他就說OK啦 OK啦 技術很好 這我的跑車OK 那個 而且你知道 因為他已經到一半了 所以你只能選擇 繼續或是往後 然後他出去 後來大概開出去 大概每一分鐘 他說 我還是停下來看一下 忍不住 他大概只會忍一分鐘 然後耍帥 後來就下去看 下面已經整片了 那個跑車底盤都全部摸到 我覺得我們家老爺 就一直在那個叛逆期 青春期沒有過去 對 長不大的時候 你讓他幹嘛 他天不要幹嘛 他就為了反駁而反駁 忤逆你而忤逆你 比如說前段時間 我兒子八點左右 寫完作業之後 要出去騎車 約他爸騎自行車 那想運動運動也好 因為我們住林口 很多運動公園 都有那個腳踏車步道 我說你再騎騎就好了 因為八點七 而九點回來洗澡睡覺了 是不是 他爸說 我們要去台北騎 我說八點了 你要開車載自行車去台北 然後騎車回來都幾點了 我說不用 我說隨便騎一騎就好了 妳聽故事又特別好聽 讓他忍出來 不是 我到現在都搞不懂 首先他左右看 我心厲害的點就是說 他在講他老公的時候 當初他老公不出來 對啊 很精采 觀眾朋友 你不知道我在現場看Live的 他左右這樣看 四棚東張希望 好像感覺也不是在講他 對 我剛剛看一大 他也給我這樣 他也是有刀手 好像說的不是他 他臉多了 跑去台北騎起來 他在幹嘛 有病院是不是 很遠 而且小朋友騎也騎不了多遠 你就隨便加附近 遛一遛就好了嗎 他說好吧 結果不到十點回來了 我兒子一進門大哭 媽媽 媽媽 我摔了 你看 我兒子整個破下 天啊 摔花 很嚴重 摔花 臉 身上還有摔傷 對 然後整個把臉都摔了 是怎麼摔的 就飛出去了 好可憐 我兒子就人從自行車上飛出去 他說他爸爸帶他騎那個自行車步道 好像有一塊在咻還幹嘛 然後燈光也不好 他就撞車了 整個人就翻 爸爸晚上勢力不好 你為什麼要講不聽 為什麼要自己不小心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要去台北 因為林口他們自行車步道 很多都在任行步道旁邊 然後我怕 小朋友會有危險 因為車來車往 台北多安全啊 我也知道我們在 台北的腳踏車道 急著急著 急著急著會不見喔 對 不是 我不是在台北市 我是在那種河濱公園 就是一起可以騎幾十公里那一種 我們以前都在那裡 住台北的時候都去那裡騎 他也不跟我說 他就說好 好 林口騎 結果還是跑去台北 人家睡成這樣 多安全 我問你台北多安全 沒有 那是真的是意外 可是那一天的休息 真的沒辦法 對啊 來 家晃 我跟你講 老人家 真的是非常的叛逆 像我爸爸教 妹妹在旁邊 整個人都變了 因為我爸本身就 好色 也不算好色 玉琳哥也喜歡 就是 廣結善於 我問你喔 爸爸喜歡年輕茫眉 對 有哪個爸爸喜歡年老 年老豬 對 太帥了 誰喜歡年老豬好不好 小孩子都喜歡年輕茫眉 沒有錯 然後就有一次我朋友 就來我們家吃飯 因為我爸爸本身就是 你知道老人家八十歲 牙口不好 你爸爸八十了 對 然後腸胃也不好 然後就一起吃飯 我爸一看到那個女生 我跟他榮心大悅 吃什麼都特別香 然後我的朋友就讚美說 伯父你好年輕 而且食量也都還不錯喔 我爸立刻就這樣 看什麼猛吃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在旁邊 跟我爸講說 饅頭一口吞 但是我不行 清空裝 沒錯 玉琳哥 你講對了 就是 然後我就整個 一根香腸好像吞喔 不欠騙 幹嘛啦 有幹嘛啦 然後我就整個傻眼 我想說要不要急救 結果我爸爸自救 然後就吐這樣 噴出來你知道 他自我哈姆立刻 自我哈姆立刻 然後後來我爸就繼續吃 我就想說多吃了樣子了 還這樣猛吃 所以我跟我爸講說 爸爸真的慢慢吃 我都咬牙切齒 說慢慢吃沒關係 然後我爸還在 一直在我朋友面前說 你看 叔叔的你知道 胃口就跟年輕人一樣 就是那道愛面 我爸也不簡單的那種 結果好啦 到最後 肚子痛 因為吃太多 太急 然後又可能剛才那個 卡住的時候 又噎到不舒服 我覺得女生有時候 反哭起來也是 講不聽 完全講不聽 因為 哪有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有個女室友 女生的事件 那時候我們就住 因為大學沒有錢 就住四個木板隔間的這樣 他年紀比我們大 就稍微出社會完 又重新回來重讀 然後晚上 因為木板隔間很小的時候 我就聽到這樣 我想說是在幹嘛這樣 然後就口口了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我就過去 我就說你在幹嘛 我就去房間看 結果一打開 哇塞 他房間滿滿的都是紙 然後他在拿那個印章蓋 然後我想說你在幹嘛 對 他說那個是戀愛開運章 然後他就在那裡 狂蓋 狂蓋 什麼 戀愛開運章 我就說你是被詐騙了吧 他意思就是說 晚上譬如說什麼幾點幾分 和他的八字 只要他蓋譬如說什麼兩千張 那他戀愛就會開運 因為他就很想要談戀愛 後來就開始 比如說晚上會燒 燒一些金子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前世的一些債沒有還清 所以現在的 你知道他就說那個戀愛 戀愛就沒有辦法進來 因為被前世的糾纏 所以他就要在集體裡面 燒金子 灑那個水 然後他要唸一些東西 我們要跟著一起唸 然後他真的講不聽 女生真的是 你在喔 我要呆啊 我們女生誇的嗎 我先看我老婆怎麼講 我再來說她 我現在要講的是 有時候女人就這樣 叫誰 就像我老婆 我記得有一次 我岳父母來嘛 來台灣玩 然後就有朋友就請客 請他們吃飯 我記得那一次是 請在那個海鮮餐廳 那時候我老婆就很開心 跟各位叔叔伯伯喝啊 然後我就開始吃海鮮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一下子吃那麼多 你知道海鮮很多 像螃蟹那些都屬於 涼 韓性的 我跟他說你不要這樣 你腸胃不是很好 然後吃那麼多韓的東西 又喝啤酒 到時候鬧肚子怎麼辦 他說不會啊 你看我爸媽今天來 大家那麼開心 而且我從小在山東長大 我們家住海邊 你知不知道 我從小就吃螃蟹長大的 對不對 從小吃海鮮 早餐海鮮 晚上 晚餐 午餐都是海鮮 他說你去問我爸媽 我們以前都這樣吃是不是 我幫爸媽出來就沒有辦法回 對啊 那你就 好 那你就吃吧 我們回到家半夜了 沒多久開始聽到 這一個人他一直爬 爬起來 然後跑廁所 然後吐 然後又聽到沖馬桶 在拉的聲音 全身冒汗 然後開始吐 連續好幾個小時 就吐不停 然後說不行了 這麼嚴重 然後送他去急診 然後到急診室呢 門一打開 還沒到門口呢 開始蹲下來 開始 然後那個 蹲下來應該是拉吧 不是挖 對啊 也會這樣 不是這樣子 為了避免他 擴勝太大片 對 集中一點 對 然後那個 那個警衛過來說 因為我怕他講顛倒 然後蹲下來 哇 站起來是 吐 沒有 那時候可惡 真的太噁了 沒有 你有層面幹的 你在玩 你在玩什麼遊戲 沒有 他那次不怎麼拉 是一直吐 一直吐 然後喝水都吐 你怎麼這麼反顧 之前沒事 是 那也不是說喊 我覺得應該是 海鮮不新鮮的關係 沒有 不新鮮 螃蟹精上身 因為螃蟹會吐泡泡 然後你吃多了 螃蟹爆炒 你就會跟著一起吐泡 我跟你講 我覺得 這個海鮮 這個海鮮配啤酒 一點毛病都沒有 真正的配法 螃蟹類海鮮類要配黃酒 黃酒 所以我們不只吃螃蟹 我們吃蝦子 但有的女生不能喝黃酒 喝下去 現行 你知道嗎 然後你嚇到變熟了 對不對 你還在說什麼 是不是 熊黃酒 來 你知道嗎 原來我老婆是一條熟 你看這個規則 媽媽 我就是許仙 我們不是又阻止她吃 我說妳量少一點 她說沒關係 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吃的 這樣喝的 對不對 OK 你還講理性 理性才不以為難 蝦牌已經舉起來了 很蝦 我跟你講 又多蝦 爸爸有種莫名的 不認錯的尊嚴感 對 尊嚴是在兒子面前 前不久我們去爬山 週末去 所以很多人 然後我們爬到山頂之後呢 爸爸就說 那我們換條路下山好了 然後他就在那個山頂 地圖那邊路牌那邊 研究了很久 然後還跟旁邊一個 就是一個大姐 在那邊討論 該到哪條路下山 好 完了之後 帶我們下山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 因為為什麼 走著走著就沒有人了 然後那種 人聲歡聲笑語 就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然後整條路上 明明上山很多人你知道嗎 然後下山就只有我們 一家三口了 然後那個路 越走越沒有了 那回頭看 多一個人沒錯 那是穿紅衣服 好酷喔 是穿紅衣服的 因為小女生 太大了 遼陽 他還有眼見眼 好酷喔 好酷喔 紅衣 小男孩 紅衣老男 走著走就只剩我們三個 這個完全沒有路啊 對啊 沒有路 他有別的照片 你怎麼走啊 可是地圖上是有的 沒有 就沒有 那是亂嗎 那是樹精 志朋 如果地圖上有 你們卻走不到路 那就是回答牆 那就更恐怖 那有可能回答牆 沒有 然後你就走著走 我說不是這條吧 他說是你相信我 我就是在跳 然後越走那路越不好走 我們最後是四個 四個腿架山的 然後而且你知道 下去哪裡了嗎 下去別人家裡了 我們從別人家的屋後 翻去了人家院子裡 傻眼咧 然後我跟他老公 快走吧 快走吧 我說這個四床名宅 老公啥呀 這廢棄的 沒有人住了 然後在人家院子 大咧咧的 還看人家花 說老婆你說這是櫻花 還是梅花 這個時候 不知道從哪裡 冒出了一個阿伯的聲音 唉唷 好尷尬 人家主人還在家裡 好糗喔 很糗 我們就一個人 道歉不好吃不好吃 我們走錯路 我們從山上翻下來了 然後那阿伯說沒事了 然後走下去 那個 走到那個門 幫我們把門帶上 他還說他沒走錯路 然後你一直以為 那個阿伯是OK的 有時候你隔幾天再去看 那個阿伯 我們整個過程中 沒有看到那個阿伯 那阿伯就是在 就是在深處 只有聽到聲音 只有聽到聲音 沒有看到人 沒有看到人 我意思是說你過幾天再去 那個 也沒人 然後那個大廳門打開 你發現有一個 雨罩就是這個阿伯 好快喔 好快喔 愛講管故事 好嚇人喔 有影片嘛 有影片 就我們才去人家裡了 我們就 真行 這個真的很像靈異影片 真的 還有點微晃的感覺 對 你跟其別人的感覺 還有穿紅衣服 你看 沒有人 整個山就只有我們 哪一邊 他也不覺得意外 找他回去 這也有很豐富 人家說很小有人好不好 不理事我這邊出去 我去哪 這是別人的家了 這真的是別人家 對啊 就翻去人家家裡了 我們從人家家門 人家家的後門 這前門 就走進去了 阿伯還給我開門 對 就爬山爬山人家家了 好尷尬喔 這感覺是你們在這裡發生事故 都不會有人找到 對啊 不會啊 荒山野嶺 那他不只是誰的 那一條 那是我的 我嚇一跳我以為 就是因為他還不承認他走錯路 不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走錯 翻到阿伯家 不然他阿伯為什麼回答那麼 很習慣 對啊 說 你們就去跟他門關起來就好了 那我想問男生 為什麼走錯路不能去人家 就是人家去跟你講說 你走錯了 你為什麼不承認 我們沒有走錯路我們還是下山 你還是會這樣 你現在還要繼續這樣 走錯路沒有關心 你走走走 怎麼又上山了 我是走走走 我下山了 應該說目的就是下山 對 目的有達成 男生會喜歡跟導航對著幹 你知道嗎 對 但是開著 前方兩百公尺請右轉 然後我們開一看 放屁 那你為什麼要開 然後繼續開對不對 然後你已經沒有右轉了嗎 然後導航說 若是可能前方請回轉 再進 不可能啦 你自己的對話 而且 而且男生還有一個問題 就像我老公 他明明知道這條路怎麼走 他還要開導航 然後導航就會導一條 可能不是那麼近的路 他就去罵導航 導航那是我們一個 因為導航小姐的聲音 比你們的聲音還好聽 而且還有不同版本 還有林志玲的什麼的 他們都不會覺得 我不想跟他們講話嗎 對不對 我裝了一個新的導航 那個聲音真好聽 因為一般導航就是有點冰冷 對不對 你摸完一下 我那個導航就是 比方說我們要去台中對不對 他會說 哥哥 台中快到了 請前方下交流道 妹妹在等你喔 天啊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現在有AI的 有這種的 真的 你可以客製化 這種的 還有明星的聲音 整個心情大好啊 對啊 然後你開著開著 他以為也會聊天 那我走錯路他會怎麼說 哥哥 您走錯囉 記得迷途織繁喔 真的嗎 會不會也要上車叫做 對著導航叫老婆 老婆在旁邊 親愛的 我們今天去哪裡呢 好恐怖喔 好可憐喔 可以可以可以 來來 不准他做他偏要 男人陽風英偉都做了什麼事 阿姨兒 我跟你講這個一定是 普羅大眾女生會遇到的事情 喔 因為我之前交過一任 他就是工作真的都很忙 然後我們要見面或要約會時間 也都很少 那他就被我發現 他很常在 比如說工作閒暇之餘的時間 他會去比如說在社群媒體上 訊息手機 電話 去開導或者是解惑一些 異性的問題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樣這件事是不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盡量不要跟一些什麼前女友 還是女生異性的朋友 有太多的時間這邊 我們還寧可拿一個時間來約會 他說好 我知道 我以後不會再這樣 我不會再花時間 在這些女生市場 我也覺得我這樣做不對 我跟你講 好景不長 他衰的時候 八字輕的時候 就會 你知道 就說會被撞鬼 對 鬼 你們有看過那個港片 我有那個野鬼 在騷拉店門口看那個櫥窗 對… 他就在看那個騷拉 我在逛街走在路上的時候 我就變那個孤魂野鬼 我就站在那個櫥窗前面 看到他跟一個女生在吃飯 哇 世界這麼大 這麼小 就被我看到 而且我站很久 然後我就這樣看 吃得可開心的 聊了 哇 這樣子 我就走進去 我說 怎麼在這啊 好巧喔 一定要先來個緩和的開頭 先理後兵 男生馬上站起來說 你怎麼在這 一定的 男生都是這樣回 就是你怎麼在這 不然 不然你怎麼在這 你還問我怎麼在這 沒有 我們只是剛剛 因為我外出辦事情 然後我們在路上遇到 想說很久沒見了 所以來吃點東西 先解釋 聊聊公事 其實沒有什麼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女生的臉 女生的臉尷尬 跟有沒有歪掉的心思 看得出來 如果她今天沒有做錯事 對 或者是沒有別的心思 她是會起來跟你打招呼 或者是介紹或幹嘛 對 但是她如果是那種 一不做錯事的那種小媳婦 想說你是誰 還給我坐在那裡 還不管站起來給我走 那個女的沒有經驗 那個未被發現的小三 她們現在研發出一種新的方法 她們一定隨身帶個包包 裡面都是保單 你知道嗎 被保單 什麼意思 保單 一旦被原配抓到的時候 簽保單喔 對 保守單拿出來 你不要誤會 我跟妳先生在聊保險的事 對 就隨身期待保單 變成是小三的標配了 她就是衰 就是被我抓到 那個女生她也解釋不出來 是什麼時候的朋友 那妳當場有怎樣嗎 我沒有怎麼樣 我就是 因為妳不可能在外面撕破 妳這個關係當然也維持不久 因為男生就是愛說謊嘛 好氣喔 男生會不會單純 只是跟著女生在聊 漂浮的一些技巧 對 很棒 你 你在跟我隱色嗎 或者是討論一些全素 全素 全素 班傑 什麼 妳講出來了啦 妳是隱色而已 我講出來了 我忍不住 妳想要說男人很賤的事情 男人 妳就是女生快男人 我覺得男人真的是 賤人 我跟妳說 楊鳳英偉就是那種 我們開放 妳想講男的黨藝都可以 抓到 她偷吃之後 然後她就說 我絕對會改 絕對會改 然後下一次之後 妳就開始覺得怪怪 為什麼她每次接電話 就是那裡偷偷摸摸的 一看電話就說 是她媽打來的 就想說好像也正常 然後後來過沒幾次 就真的覺得怪怪 就忍不住去偷點開 看那個電話 就一看 根本不是她媽的電話 她就會把那個電話改掉 改成她媽媽 所以就超會弄這種 陽風陰雲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那種 背後的小動作就算 是有時候妳當面對質喔 妳就說 那妳今天晚上到底去哪 她就會說 跟朋友出去 然後我就會說 其實我看到對話 基本上是跟誰出去 然後她就說 喔 對…我是跟那個出去 就是妳 妳講一個 她才會承認一個 就是當妳的面這樣 我們女人啊 就想說 她想說 我們女人就想說 妳如果願意承認 我們就原諒妳吧 但是她就是死不承認 然後妳就會說 那妳們去哪 她就會說 我們就吃個飯就回來了 我就會拿出發票說 可是 這個是Motel的發票 然後妳就會更生氣 所以就是男人就 賤 就楊鳳英偉到這種程度 無意發票可以啦 賤 賤 來 四方 為男人發票 賤 四方 四方 妳不要坐在那邊 搞那個貴孫子一樣 妳可以硬起來一個 妳要不要先幫我們男人發個聲 我沒辦法 我必須要保持狀態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人家講 我覺得女孩子做事情 也是會有一些歪理 像我老婆剛結婚的時候 她說家裡除了蚊子之外 我們家裡好像沒有其他的生物 她說那我們養個寵物吧 然後我們就去寵物店看 那看到小倉鼠 跑跑跑 很可愛嘛 那邊玩啊 那我們咬個倉鼠嘛 我說買回去誰照顧 她說我會照顧啊 我會餵牠飼料啊 幫牠清理牠們的窩啊 我說好 那買回去 他玩個兩三天就丟在那裡了 然後每天回來說 老公你那個倉鼠餵了沒 你那個牠們窩清了沒 然後我就開始 三天之後就開始我在這邊清 你知道倉鼠多會生啊 一個月之後開始生了一窩 好可怕八隻喔 就好多隻紅紅的 然後她說 她說 好害怕喔 你去照顧牠們 我就每次 每天都餵那個小倉鼠 你知道嗎 倉鼠跟細胞分裂一樣 餵藏鼠 二生四 四生八 對 就是傳銷嘛對不對 就一直分裂 他們就是 雙鬼字 雙鬼字你知道嗎 那內閒叫老鼠味 沒多久 你就變藍傳了 對 然後 然後就生了一窩 慢慢養大之後呢 我們家一堆老鼠 他們說不行不行 你也不照顧 那我一個人要照顧幾十隻 那哪受得了啊 那開始打電話問一窩 你們家有沒有餵藏鼠啊 他說不要啦 餵藏鼠 我們還要去買 買飼料箱買什麼 麻煩啊 我開始買一堆飼料箱 開始搭配兩隻兩隻 送一個餵藏鼠 到處送 然後他們都不管啊 這個是 我跟你說 這個這個 這是四千天 四千天發生的 我跟你講 我帶他們母子倆去外面吃飯 然後吃完旁邊有那個生鮮超市 他說家裡沒雞蛋 那我們就進去 然後 那去生鮮超市之前呢 旁邊是寵物店 他跟我兒子手牽手進去逛一逛 這是 十分鐘出來爆了兩隻雞 這是雞 他出來 這個雞會生蛋耶 你看 那個雞長得像 他會下蛋 對啊 怎麼那麼小子 雞會下蛋每次都兩一起 沒有 它是爐丁雞 爐丁雞 也會下一顆 然後它很會下蛋 它是下蛋裡面的戰鬥雞 它每天都下蛋 你看它小小的 它每天下一顆蛋 對 是可以吃的鞍春蛋啊 而且它這也很便宜啊 不到兩百塊 你有再養嗎 有啊 問題不是 不是錢不便宜啊 你去買個 買盒雞蛋出來 結果我帶兩隻雞回來了 對啊 你好快喔 然後說以後我都吃這個 我從根本上 解決了我們家的吃蛋問題 你好瘋喔 你就不要哪一天 遇到蛋價上漲的時候 你就要謝謝李鑫了 你就要謝謝我了 那麼小顆夠 五夠 你怎麼這麼小顆 養了兩隻 我跟你說那個龍子一千塊 然後飼料幾百塊 還有鋪在地上那個 他們那個清潔的東西 也是好幾百塊 而且那個大便每天要換 那個很臭啊 還好我兩個在陽台上 換了兩千塊回來 我兩千塊可以買多少蛋 對啊 我還要每天在欺那些大便 不一樣 好累喔 這是樂趣 雞大便你會嫌反對不對 千萬不要嫌反 那個 雞死白收集一下 因為你如果不小心 螃蟹加柿子 我會送去你家給你 因為你沒有愛吃螃蟹 那不小心你吃到柿子的時候 雞死白拿來解毒 對 很好用耶 現在你要找雞死白也找不到 對啊 對 你看 來 佩玄 男生好像對於車這件事 會有特別的迷戀跟直覺 而且很反骨喔 不要買 他就是要買 對 你叫他不要訂 他就是去訂 對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結婚之前 我自己本來就有車 也沒有孩子就OK嘛 然後結果過沒多久 他就開始一直動歪腦筋 那歪腦筋那個心思 你就會知道開始暗示 你說這台車多好 那台車多好 誰又欠了新車 然後在家裡面看那個車品介紹的 對 就是這樣子 一早早餐 對 然後在你經過 你看一下那個車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你的車多少錢這樣 就他自己洗腦 然後或是傍晚的時候 會帶你開始出去看車 就說你看這個車怎麼樣這樣 或是帶你去賞車這樣 我就覺得有點不太對 我就說真的不需要 因為我們家現在就是 這樣子很輕鬆 你又不用額外的負擔 然後有一天 我就想說回家 結果車庫打開完了 坐了一台車 有一個白色那台是我的車 突然間我們家就出現 這台高的車 然後我老婆說你不懂 這台車 安全性很高 對 它其實是因為要露營這樣子 更可惡的是 我叫他不要買 結果他 因為我爸也很喜歡車 兩個人好兄弟 這樣子哥們好 就去牽了一台車回來 然後我每個月 多了兩萬多塊三萬的車袋 重點是這個錢 是從我這邊支出 不是從他那邊 因為家裡的錢是我管 所以我等於多了一筆負債 對我來說它是負債 所以我就覺得難受 男人一旦起心動念 石頭扭都改變不了他 男生買車還會傳染 我跟你說 就比如說我老公一換車 隔兩月 我爸馬上也換了 就才看你換了 或我哥們或朋友換了之後 那我也要換一個了 買新車 然後手機會有照片嗎 然後男性有人說 我訂了才真的 不要啦 你 好啦 我看一下 你看 你在那裡訂的 我要關渡 好 那你明天帶我去 對不對 是不是 再去買 買車公平買倉鼠好了 真的 那好像很語言 對 怎麼樣 你真的能放在一起比較嗎 倉鼠能騎嗎 對 像我的前夫是非常愛買運動器材 從跑步機啊 到那種腳踏機 只要是電視上介紹 或是百貨公司只要一去 每次都會買照 那種東西運動器材 你沒用到時候就變衣架 什麼曬衣服的 我就跟他說 拜託真的不要再花這些 很無味的錢 然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講說 他又要去百貨公司 我就覺得完蛋了 該不會又買什麼東西回來 他就跟我講說 你放心 我去看烤箱 我說烤箱不錯啊 我用得到 這一次終於不是運動器材 結果他回來的時候 沒帶東西 我想說YES 沒有買 錯了 隔天立刻送來 烤箱 這麼大的烤箱 而且這個烤箱含十萬 這個不是一個人的烤箱耶 烤乳豬嗎 還是什麼 這台桑拿那種烤箱啊 在家裡就可以做桑拿 而且你也可以使用 又是來這種話術 結果我也可以使用 對 還沒講完 用了三次之後 再也沒用 立刻拿來擺書或擺倉 就是當倉庫 這很棒啊 就覺得 沒有 因為他很小 他說他進去的時候 他有空間恐懼症 他就覺得很狹小 很難呼吸 你可以做別的啊 你可以做果乾 你放進去烤一烤 你也拿一台 你也拿一台 這房間跟你也買一台 可以做果乾 那你的賣它 沒有 我跟你講 而且這個要送人 還沒有人要送人 那個紙片多高啊 那個 挖五隻燒鵝這樣子 那應該不行 還有乳酪糖 那你還有 紅多久 有的時候他都答應你 他不買了 他依舊買 偷偷去買 他答應我不買彩票了 年過五十 還是你知道嗎 有發財夢 沒有 不是發財夢 是天上雕鮮餅的夢 有 我記住 對 對 不勞而獲的夢 哎呀 這把年紀還在妄想 不勞而獲 對 可不可笑 一個男人有沒有出息 天天去買彩券 還跟我說他是做公益 你直接捐不就好了 偶爾經過就 沒有 他就跟我說他不買 那這個照片是怎麼回事 對 前段時間我就覺得他不買了 因為我在家裡 再沒有發現彩券了 結果前段時間有個新聞 就領口有一家彩券 中了一個頭獎 但沒有人去領 一出來 我老公在家裡 翻箱倒櫃的 他以為他中了 翻箱倒櫃的 找是不是他的彩券 因為他都會買到彩券 藏在家裡的各個地方 有時候他就藏著 他就忘了 所以他想說難道是他 因為那段時間 他有在那家彩券行買過 就那個時間點 所以他藏 右邊這個是自在下面 墊下 墊下 然後像是後背面 像是後背面 那好難找喔 對啊 什麼鞋子 鞋洞裡面 這真的不會被你發現 會有個可能是 他已經中了 但是他沒有跟你說 陽奉陰偉 陽奉陰偉要做了什麼好本 千萬不要這樣說 哪有可能 會藏彩票就很藏 你看... 小張 李欣 那個四棚以前 不會這麼在乎髮型 對 他現在改變髮型 外面可能有包養一個人 好 我看男孩會中了 還一定會晚上作夢 會笑出聲音來 沒有 他藏不住秘密 對 他藏不住 我跟你講東藏西藏什麼地方 一定他找不到 也藏在那個 盧丁雞的肚子裡面 什麼話 盧丁雞 你要把盧丁雞 對 我也有遇到 也是我朋友的故事 妳朋友 我朋友 然後就是他老公呢 很愛上廁所 男生都很愛大便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會搭超久 然後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他每次都去大便那麼久 他想說他到底在幹嘛 下一次他又去上廁所 然後又 偷偷打開 就抓到 他在幹嘛 他在幹嘛 他在那個 DIY Happy...啦 很氣耶 因為我男生 沒有 不是我 妳說是阿強 真的嗎 妳說的就是阿強 不是... 我跟我說 你男生亂嘴喔 這個故事 我跟你講 因為 我有聽阿強講說 他被他老婆撞見 他在廁所DIY 亂講 妳 沒有 阿強的老婆 阿不就是妳嗎 我朋友啦 來 有什麼妙招 可以製助男人的翻骨 好 來 像我是真的很不喜歡 另外一半 譬如說很常出去應酬喝酒 然後 你沒有分寸喝醉回家 那對我來講會造成困擾 就是我可能要照顧你 要整理家裡 會影響到我明天的工作 或我後面的行程 我就會很不開心 但我也還是不會跟他吵架 我會點他個兩三次 就說不要再這樣 然後他還是依然要這樣 大概隔不到一個星期的週末 我就出去玩了 然後 我喝得比他還要醉回家 醉到你沒有辦法控制你自己 你要讓他照顧你 讓他體會 你平常是怎麼照顧他的 我那個時候 是真的 吐了他滿腳 然後 撕爛他的衣服 然後因為已經吐了亂七八糟 所以他得幫你洗澡 整瓶弄好 扛上床 然後他去善後 譬如說洗衣服 他的鞋子 然後腳 客廳 他都要大清理過一遍 看看他清完可能都天亮了吧 可是我也睡飽了 然後我就覺得 好爽 我要讓你體會一下 你平常是 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 那他就會知道 原來他平常回來是這麼煩 他就會收斂 然後我老公有個惡喜 他就很 就是很貪快 然後看他黃燈就要闖 有一次我女兒就真的 他也受不了 他就在後面說 爸爸你沒念過書嗎 人家巧虎都說 紅燈要停 黃燈要注意情人 我們要慢慢要減速 然後就看我老公這樣 沒有吭聲 我女兒就會在追講 就說 爸爸我們不缺這個時間 然後我老二就這樣 沒時間 然後就說 爸爸你在這樣 你是 我不要你這個爸爸 然後我老三又說 不要這樣子 然後更覺得 我覺得我老大真的很厲害 我女兒有一個技術器 那平常 然後他就把技術器拿出來 開始唸阿彌陀佛 然後整個車子 像是在誦經 你知道他就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樣 然後我老公真的受不了 他就說 在幹嘛這樣 他就說 我在幫你跟菩薩懺悔 然後老婆就說 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老公再也不敢這樣 我覺得男人有的時候 你讓他自食惡果會比較好 就你講一萬遍 他都不會聽的 比如說 我老公是個非常念舊的人 他都能把那個內褲穿成紗窗 然後你去拿去垃圾桶丟 他還能從垃圾桶裡撿回來 說你幹嘛把我內褲丟掉 這明明都好好的 穿得可舒服了 洗洗繼續穿 人次不去墾丁玩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把他那些 十幾年的元老們都戴上 紗窗內褲 十幾年他都不要丟著牛仔褲 全部戴給他 打打包戴起來 戴去墾丁玩好不好 難看不說 就一定會出問題 果不其然有一天 完了一天 然後往我們去逛 墾丁大街的時候 回來我老公就變那樣了 戀開 戀開 很糗 很大一條 他裡面是還有穿內褲嗎 對 紗窗內褲 你要內褲就不要穿 這樣多性感 然後就穿這樣 逛了一往墾丁大街 然後很多人還跟他拍照這樣子 我說老公 他回來說 我說老公看你的褲子 老公怎麼辦 怎麼穿內褲子 這麼大 剛剛什麼都會看到了 這一次之後就好了 你之後你再丟他的衣服 他就會少說兩句了 嗯 太節儉了 該換的 但是他 他那個 烤輪框又很捨得花錢 對啊 都花在不一樣 對 花大錢省小錢 男人啊 管得住 小孩真的是沒有辦法 像我女兒現在八歲了 然後他就是自從讀了小學 一年級開始之後 我跟你講他靈牙立食到 我真的很想要揍他 我從早上開始 他就會開始跟我講說 等一下 吃中飯的時候又說等一下 到了下午寫功課等一下 然後洗澡等一下到晚餐等一下 當他晚上一睡著的時候 就是屬於我咪太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巧克力 所以我自己就是在家裡 我都在屯 屬於我自己的小零食 我就是十盒冰棒 就八盒到十盒的洋魚片 然後開始先吃我的 吃完之後再吃我的兩支冰棒 嘴巴太甜了 必須再吃一點鹹的東西 就這樣子 我就開始養肥了我的肚子這一塊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 我女兒的同學的媽媽 就跟我講說 恭喜喔 女生喔 我就說什麼女生 他講說 你從後面看啊 都沒有腰耶 一定是女兒啦 就跟我以前懷孕一樣 妳以為妳懷孕 對 我才覺得說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 這樣太可怕 於是我就很認真的 去找到一個秘密武器 我今天有帶來現場 要分享給大家 來… 那女生真的她的一生 就是要一直困擾她的體態 尤其是你看我們生活壓力大 男生又不聽話又反骨 對 被你們搞得我們也都是緊張兮兮 那妳們這樣也不會氣瘦喔 對 緊張 光這個氣就飽了耶 然後你看這個也不忌 也沒辦法就是不忌口 因為就是你壓力夠大 你還要不忌口 然後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太難了吧 很厭世耶 對 女生這樣啊 氣也會胖 愛太多也會胖 還會說 為什麼都難受 粉紅超跑厲害了 我今天帶來這個粉紅超跑 我跟你講 他就是讓我維持住 我的所有的這一邊 對啊 妳又緊又緊 還能夠維持這個身材 它裡面有一個 馬甲標榜的成分叫做 奇蹲果酸 它就很像身體裡面 內建有一台粉紅超跑 讓我隨時 很像有開 TURBO 拉高轉速 的一種感覺 像我剛才不是講到說 我都會吃零食 那像我們的零食 跟喝的飲料 還有飯 麵 都是屬於糖類 粉紅超跑裡面的 醃點酸個呢 除了可以維持 糖類的正常代謝之外呢 像它兩顆的粉紅超跑 就等於是 8.5公斤的火雞肉 或者是80顆蘋果的 個含量 所以它就可以幫助到我們 然後你看啊 我現在是40家以上喔 我生過小孩喔 你看我的身材 是完全 你看我們可以完全 保持住我們的好體態 真的耶 我之前就是因為 一直暴飲暴食嘛 我的腰圍那個時候 不誇張到27 我現在大概是23.5的身材 很標準 很香耶 我常常在推廣 毒藥不是不能吃 但是你一手毒藥 一手就要解藥 對 像我剛剛吃的炸雞 又吃冰淇淋 那是毒藥 那我現在吞兩顆下去 就是解藥囉 沒有錯 玉琳哥你知道像我自己 非常的喜歡跟朋友聚餐 然後你知道我們聚餐 披薩 鹹酥雞 一定要有的嘛對不對 那像我們看 那個鹹酥雞是多到用香 這是妳的肉喔 妳有辦法這樣吃喔 可以 我跟妳講 因為妳有解藥 對 吃完這些東西之後呢 妳就立刻吃兩顆粉紅超跑 妳隔天就可以跟這些 罪惡感說拜拜 我覺得身體啦 有進有出真的很重要 而且妳自己也會覺得 身體清爽很多 幫妳身體排空 對 就讓我們耐洩掉 而且她剛剛裡面講的 那個什麼 奇蹦果酸 最近好像很好耶 對 這個是什麼啊 從日本 從過來的 其實不只日本 其實它是一個法國專利成分 對於體態控制是很有幫助的 它是獲得一個 體態管理指標性大獎 它直接幫妳 內建運動員了 所以妳坐在這邊呢 其實妳的身體 也不斷的在幫妳動 所以這時候提高代謝之後 提高整個轉速 提高這個運轉之後 其實身體就會特別的清爽 OK 對 講到運動 那大家也做那麼久了 對 不如呢 佳晃 因為現在這麼好的身材 最適合幹嘛 帶動大家運動 有空大家就應該站起來 扭一扭動 來... 帶動一下 來 很緊啊 我們就先一樣 左右 那個腳不要太直喔 我們先搖擺起來 好 開始 我們就做兩個動作 四個八拍 然後手扣住 開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繼續玉琳哥 二 二 有了 我倒那個了 你怎麼會壞的 六 七 八 玉琳哥換動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玉琳 八 一 二 三 四 好可愛喔 六 七 八 好 謝謝 好棒喔 好棒喔 等一下各種精神都來的 真的好厲害啊 玉琳哥獨舞 玉琳哥也要怎麼啦 不是啦 你我自己的律動感 有有有 其實蠻好看的 這是什麼樣的TEMPO 我彷彿堅持做我自己 這樣做什麼 動一動就覺得很餓咧 不要想吃 你高興吃完之後再吃本紅超跑 我也是屬於飢餓體質 我跟你講 我大概中餐吃完不到兩個小時 我馬上肚子餓 只要大家講說 珍珠奶茶我就加一 然後蔥油餅 水煎包加一你知道 但是你享受完美食之後 你晚上回到家 站上體重機 你整個會大崩潰 把他踩破 然後這時候 你知道粉紅超跑裡面啊 它裡面有一個叫做 巴拉金糖 你就只要在吃 不是吃大餐之前的 就在找我們平常吃飯的 某一餐的提前的半個小時 先吃一顆 它就會 當作我們有個飽足感 到了晚上的時候啊 你就不會那麼餓 大吃大喝 巴拉金糖是什麼啊 它就是跟一般的糖類是一樣的 巴拉金糖它是一種 從甜菜根萃取的天然糖 甜菜根 對 它是甜菜根萃取的 那這個糖呢 它有它的甜味 可是它卻是 那DGI其實可以讓我們的 身體的波動是比較穩定的 會有飽足感 對 它會讓你有飽足感 因為它是 慢慢給你熱量 那既然慢慢給你熱量的時候 你在這過程中 就比較不會感受到飢餓感 體態控制是這樣 就是 七分靠飲食 三分靠運動 當然運動也很重要 因為要提高代謝 但是如果我們前面 就先管住自己的嘴 其實我們後續呢 其實在做一些 窈窕的控制會比較有幫助 沒錯 示範功倍 非常好 粉紅超跑 光聽這四個字就覺得 很有感覺 對 感覺可以很順暢 吞下去 吞 吞 吞 TURBO 整個都放出來 沒有負擔 對 沒有負擔 完全沒煞車 對 什麼事都可以防火 但是控制體態 絕對不能再防火 絕對不行 我們教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對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玉琳啊 怎麼了 你跟你老婆結婚多年 哪件事是你到現在 經常被老婆唸 而總是學不會的呢 我覺得這條白癡 你每一件事都會 學不會 我老婆教會我 不少事情 你現在講的是教不會的 對 教不會的事也蠻多的 她教會我如何 對女人溫柔 這很重要 如何體驗 對 來 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早上在停車場 發生的溫柔的事情 這個節目已經錄 差不多三個多月 我們台呢 很貼心有幫我準備一個車位 就在電視台的 你有車位 你也有啊 我沒有啊 我沒有司機 我需要車位 對 然後三個月來呢 每個禮拜三 我們禮拜三錄影嘛 都會發生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我車停好 然後我下車 就會看到一個清潔的阿姨 坐在那邊 好 呼吸吸先空氣這樣子 所以我總是會跟她見面 然後就點點頭 點點頭 然後到了今天 我終於開口了 我說好奇妙喔 怎麼每個禮拜三 我們都會見面 然後那個阿姨 大概應該到我十幾歲左右 對啊 是啊 我覺得很浪漫耶 雖然 打我十幾歲的阿姨 可是我心中卻有一絲甜蜜感 不准注定耶 於是我發現 其實人家追求幸福很容易 很容易 就是這樣而已嘛 真的... 我等一下空檔還會去轉他 隱染一下 隱染一下 回到永遠教不會的事情啦 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啊 已經結婚十幾年了 他永遠在念我 為什麼我襪子要丟 丟在沙發下面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每次洗完手以後 整個洗頭台就濕答答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會弄嘛 他念規念可是他做的 他就滿開心的啦 我看他邊擦洗頭台 也是邊在吹口燒 好... 好 我們這邊有個雞雞 悲童童 好 吳嘉芬 我們這邊不得了耶 甄莉 然後康茵茵 沛勳 請問你 男人有哪些痛病 是最讓女人受不了的 A 幼稚 B 自大 是 幼稚還是自大 A光B 請舉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 加分數 選擇是 A 幼稚 智能奪幼稚 極其幼稚 他會跟我兒子在玩那個 刀光劍影在那邊 Sing 很可愛啊 ㄎㄧㄤ 對 為什麼不是星星 ㄎㄧㄤ 你問到我心中的怨惑 光劍是那個聲音 我們的武器太老了 對 平鵝反思小武力 還是在你氛氣的時代 對 那個是 儲留箱那一種 對 ㄎㄧㄤ Sing Moxet 不是儲留箱 Sing Sing 來 請繼續 然後在Sing的過程當中 一不小心會變成 ㄎㄧㄤ 因為他們會變成在拍古裝片 我老公真的會把那個劍 這樣往我兒子的胸口這樣刺 然後我兒子就會 ㄎㄧㄤ 然後就會整個往後彈 這不打緊歐歐就算了 後來他跟我女兒會開始玩 機關槍的遊戲 他會把我女兒整個橫抱 然後 握住她的脖子跟肩膀 開始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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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喝完奶 所以會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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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水槍 變水槍 對 全家都是那個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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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臭耶 這也沒關係 最有指的是他看那個電視上 會有那個朗塞的舞龍舞獅 他會把我兒子整個抓起來 像薩亞桃這樣子在前面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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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樑上沒有紅包 他也會把他跳上去咬那個紅包 果不其然 頭就撞到了兩個 啪 很大聲 然後就中一大包 然後我就開始怒斥他說 我就跟你說會撞到頭 這個是來模仿我嘛 你是要跟玉琳哥的粉絲 我就只能用玉琳哥的方式 告訴他這個嚴重性 你貼心一點給他弄兩條嘛 就拉下來 國泰民安 他就拉下來 很幼稚啊 有照片我們看一下 超級幼稚的 這個是當機關槍 然後他就會看 在噔噔噔噔 我看你女兒很開心啊 小孩很開心 好噁心喔 不是很好耶 我也想玩 玉琳還在窮 這滿可愛的耶 這很傻眼啊 而且剛吃完很容易就吐了 所以不要吃完的時候 玩就可以了 對 我覺得我老公也很幼稚 就是我在家如果看電視 不小心打一個哈欠 他就把手伸到我嘴巴裡面 然後你就會這樣 不是一隻喔 是五隻 然後五隻就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這招後來我女兒也學會 兩個女兒輪流喔 然後或是我在煮菜的時候 他就走過去這樣 拍我屁股一下 等一下我們講的是幼稚 不是情趣好不好 是幼稚啊 就是去年的時候跟我老公 我們一起去參加朋友 那個小孩的滿月 來到去了以後 大家就在那邊講說 最近很流行那種韓國舞蹈啊 那種街舞在表演 然後我老公就開始說 這個 我以前也有去參加過比賽 你知道那時候怎樣啊 什麼都很 很多女生超喜歡我 我說可以了 可以了 你這樣這樣就夠了 夠了 他還說我可以表演 你看我現在還可以這樣轉 在地上這樣轉喔 這樣表演 我說不要吧 我們現在什麼年紀人 你再轉 你又比我年紀大對不對 傷筋動骨要休半年了 真的 然後他就說不會 你不要這樣看我沒有 我跟你講 才這樣一轉就 你就聽到咔一聲 真的聽到咔一聲喔 我說你幹嘛 怎麼了 斷了嗎 哪裡斷了嗎 他說沒有 不要碰我 我弄到腰了 現在不能動 不能動 你知道還真的叫救護車來 把他載去醫院 因為他真的不能動 我們也沒人扛得住他 他變實話人 對... 一定要這種單架 真的把他這樣抬去 那像你看人家的滿月酒 你還叫救護車來 多出眉頭 對 就我很討厭男生自大 你知道嗎 不能逞強 我們家記憶箱分解茶很重 然後我老婆叫我扛進去 我真的要扛 他叫我要這樣子扛 我說神經病幹嘛這樣 這樣來了 誇張 誇張喔 其實我是前真的才好的 我真的搞了半年 真的 那要很久 自大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們有一次就去朋友家 吃飯 然後當天他們就約了一個 比較不熟的 然後是一個帥哥型男 然後呢 我們朋友的先生就很開心 就做了整桌子的菜給我們吃 他當然做了一整天 我們就一直跟他講說 這道很棒耶 這個怎麼...你怎麼弄呢 然後每個人都很想要知道做法 然後跟他學一直稱讚他 然後呢 那個帥哥就默默地在旁邊就說 我覺得這道不行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他做了 你再說不行 他說 這道你們沒有吃過我做的 這道我不會這樣做 你們如果吃到 吃過我做的 你們才會知道 你怎麼會在講我 對 你好像在演 我每天逼沈玉琳 吃我做的菜 他那個一早打開一盒 然後我講得好像多神奇 然後吃 他其實就是番茄炒蛋而已 那番茄炒蛋能夠有什麼形容 然後他發現我沒有發表 有關於口感的相關論述 他突然很大聲 金秋認同 我心裡想說 這個番茄炒蛋能怎樣 我們那個旁邊的花鬆是很機靈 你不覺得那個番茄炒得很軟嗎 入味啊 為什麼 那番茄軟也是 也可以拿來縮脆嗎 不是 番茄又硬的嗎 不是 但美人姐不會在當事人面前這樣講嗎 你如果讓他吃到不好吃的 你就知道厲害了 你沒有看過我去 來吧 營業粥嗎 對喔 他都說人家店要飽了 對啊 還好 可是我不會朋友請吃飯 我不會在朋友請吃飯 對 而且人家準備了一整天 你敢說我做的東西不好吃 你試試看 所以我真的來 所以他們為什麼不講話 那我們下次來做一桌 他們為什麼不講話 我說好吃到了極致 你不會哭啦 你不會輸啦 好 吃到了極致就非言語可以形容 你不會 我靠啊 能夠用言語形容呢 美味絕對不是真的美味 對 我們就一直講說 沒有 這真的比較不一樣 然後他後來還惱羞成 就罵我們說 你們都不懂得吃啦 這很討厭 就真的不OK啊 男生的那種自大 還有一種是就是很喜歡說 我處理 交給我 我處理 歌處理 對 歌處理 我說 因為我們講一講 對 因為我年紀小不懂事 就借人家錢 可是沒想到就是 我就覺得私下murrum說 怎麼辦這個人都欠我錢 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要 就有一個哥就說 我來 我處理啊 我去跟他要啊 他在哪裡啊 他在夜店的時候 在大庭廣眾之下 跟那個男生說 你是不是欠康英錢 你要不要還 然後弄到就是整個夜店 都知道這件新聞說 我沒有人要 沒有要讓人家知道 就是我借他錢 那個人就會知道 是你跟這個哥講的啦 男生說他處理 真的要打對折 對 因為老公 他也是會有一些男人的面子 他就覺得家中的 水電相關事物 歌處理 馬桶壞掉 他要通 讀住了 打不開 然後 然後他就 帥氣 從背包上後面抽出來 來 歌處理 我就聽到裡面聽起來 就不太妙 然後我後來真的受不了 我說 還好嗎 我說等一下 我腳都大便 你等一下 我整個噴出來了 是不是 食水蚂蜜 我說拜託我們這種事情 真的 你如果不是有百分百的把握的話 我們就挺專業的 對 通馬桶是男人 最有成就感的事 是嗎 我有一天回家 然後已經在我家第三次了 然後因為我老婆就 迷信有一款貓紗 是可以丟進馬桶裡面的 可是問題是每次都阻塞 我就看他弄個 然後他就充滿了愧疚 我就把貓紗丟進馬桶裡面 那我就沒好氣 想罵你也想說算了 我就 輕輕地剝開 歌來處理 然後我就跟在鑽地一樣 你知道嗎 啊 什麼 回答 水花事件 我整個臉都是貓 貓死貓尿 然後 就聽到咕嚕咕嚕咕嚕的聲音 然後我老婆整個大感動 她說 通了 我說 趕快去洗澡 哥今天要 什麼 什麼啦 哥今天要吃飯 對 如果你們家那個小孩 大便很硬 就 衝不下去 這個時候 你就要倒一桶冰塊下去 倒冰塊 不會更硬嗎 冰塊它才能夠跟著這樣子 攪握進去 是嗎 倒冰塊 那有時候硬到倒冰塊 也衝不下去 對 就要等 等它軟 等它泡軟的 對 等它泡一半大概多久會軟 對 就看它有多意思 好 那到底是 學哪樣 學哪個不正常 男人有哪些通病 讓女人最受不了 A 幼稚 B 自打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Q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QL 是怎麼說的 這題絕對是A 我覺得男生在交往之前 都會故意的想要表現 自己很穩重 然後到手交往以後呢 像我老公就很愛惡作劇 他常常都會躲在家裡 各個角落 然後趁我不注意 或是在講電話的時候 突然從角落跑出來 這樣 嚇我這樣 然後我直接對著電話裡面 朋友大叫 你知道嗎 然後我已經差點要去收金了 他還這樣指著我 捧腹大笑 真的男生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幼稚啊 這題我選 嘿 我覺得幼稚的男人很扣分 像之前我跟男友約吃飯時 他就會沒事把筷子夾在指控中間 換金鋼狼 然後一直問我 像不像 像不像 還有吃飯到一半 突然拍我的手上 他就說拍好玩的 然後在那裡嬉皮笑臉 但是我心裡真的無數個白眼 就覺得幼稚到不行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0%的KOL投給B 自大 有80%的KOL投票給了A 幼稚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高達80 80%的人都覺得是幼稚 選自大的 不正常 請噴 好 請問一下 哪一件事情是一般男人 有時候最氣的就是 教了他八百遍才學不會 讓人超火大 A 衛生習慣 B 花錢習慣 這好像A跟B應該也 都有 對啊 A或B 請舉牌 這邊都是A耶 衛生習慣 對 那甄莉是 我沒辦法容忍他的花錢習慣 是因為我老公其實是一個 很省的人 他每次都會說 你有錢 你都大手大腳 買什麼東西都是 因為我都買雙倍 因為台北也有家 台中也有家 所以我老公都覺得說 我花錢就是很浪費 可是我看不懂他事情 你知道他就 省這些小錢 可是當他朋友跟他開口說 借我錢 三萬五萬 他就馬上 立馬借 這義氣 三萬五萬都要不回來的對不對 根本要不回來 一定要不回來 那種三萬五萬 其實你願意借給人家 表示你也知道哪不回來 之前還有更誇張的是 因為疫情不是很多餐廳 就不太好 他朋友就來開口給他 借給了三百 然後我老公居然說好 你知道我聽到的時候 我說你會不會太誇張 他說 他說我這個朋友不隨便開口 他一開口就表示 他真的不行了 好兄弟一定要幫忙 我說可是 你也沒有工作 你還借他這麼多錢 你旅行車現在疫情 你也沒有什麼工作 你還借他這麼多錢 他說沒有 我們是幫他 我是幫他讓他可以過這個 借大錢當然是會還 可是借小錢是不太會還 我覺得先生好像不太會花小錢 然後但是他們一花 就會花大錢 那個讓我很頭痛 所以他對車很有興趣 他就常常會 這個車子車款出來 他就會很想要 當我怎麼發現他想要 就是他如果把我載到那個街上 然後漫無目的地開 然後開始說 我覺得我們這個冷氣 好像不夠冷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個皮液好像怎麼樣 手段好多喔 就會開始鋪陳 然後有一次就真的這樣子 過兩個禮拜 我們家就來了一台小跑車 原本他就說 老婆讓你在市區代步 很方便 過兩週 那台車變黃色的 他說 大黃蜂的黃色很經典 結果我開那台車 走在路上會被攔下來 或是以為是計程車 我超級的 好像喔 我來就買 還像計程車 他說這是大黃蜂的 哪裡不一樣 這就計程車 這個是超跑黃 我要買車是這樣 你不能讓 老婆覺得你是為了自己而買 你也要讓他覺得 是為了他而買 那你私下講 他已經知道你在搞什麼把戲 你要在公眾聚會的時候 告訴大家 愛妻魔人 寵妻達人 威廉神 我決定要買一台 Posh 911 給我老婆了 好羨慕喔 好羨慕喔 然後我老婆一次喊 羞帶勸 謝謝啦 謝謝 你就可以買了 你很聰明 男生大概百分之八十吧 直男的衛生器官都不太好 對 然後因為像我老公 他就是常常會跟我抱怨 說我襪子沒了 我說怎麼會沒了 他說真的 我櫃子裡面的襪子都不見了 然後找真的都沒有 我想說奇怪了 我們家是有襪子黑洞嗎 行動機會吃襪子 對 到底是什麼東西 在吃襪子 後來我發現了 是他的背包在吃襪子 就是 他喜歡就是 他就是上班的時候穿一套便服 到了公司再換制服 然後下班的時候 他就會把制服穿的襪子 塞在背包裡面帶回來 然後回家之後就沒有了 他不會把它拿出來 所以我就會像媽媽一樣 幫小學生檢查 他的書包餐帶一樣 那個背包一打開 你就可以在裡面 收出大概五雙襪子 沒有拿出來洗的雙襪子 然後我就 就有跟他講說 你以後回家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 背包打開 把今天要洗的東西拿出來 他說好 我知道了 我教他這件事情 回來了 打開背包的第一件事情 就先把啤酒擺出來 擺去冰箱 擺去冰箱之後 就很快樂地去房間攤了 我還在避免的東西 還有我老公有一個 很壞的習慣就是咬手 他就是從小到大 都有一個咬手 手皮跟指甲 所以他這輩子 沒有用過指甲刀 跟我老公也一樣 對 他的手也是咬的 然後腳是用摳的 我以為腳也是咬的 他也用 然後會有時候一摳 他會發現 這個摳了可能會流血 他就會這樣拿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能這樣 因為真的很多細菌 那這件事情給你什麼困擾 給我的困擾就是 他讓我的小孩 也學會了咬指甲 也會咬上癮 就是喜歡那種 咳嗣咳嗣咳嗣的感覺 但他知道媽媽會生氣 所以他會躲起來咬 他就會躲在窗臉後面 然後但是呢 孩子你整個身體 都在窗臉外面 我只有頭跟手 在窗臉裡面 然後我就會說 妹妹 你在幹嘛 他就會這樣 沒有啊 我說你在咬指甲喔 對啊 像我覺得 女生真的衛生習慣比較好 我在洗完澡的時候 我都希望可以用刮刀 把水在玻璃上刮掉 我真的難相處 這不可能 那我發現 我兒子好能跟你相處 因為我兒子規定 我要把他刮掉 對啊 要刮掉 因為你玻璃久了之後 為什麼會白白霧霧的 你還特別要去買一些洗劑 或是一些那種 什麼海綿 把它刷掉 你就當用那是毛玻璃這樣 不行啊 就會很醜 所以我都希望對方 可以把它就是刮乾淨 可是他們男生都教不會 就是 你就是洗完澡 就這樣刮 就一片這樣刮完會死嗎 你從這個衛生習慣去講 你可能很難讓它有動力 而是說 你要留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給別人 因為這個浴室 如果還有人要用 你如果把它刮乾淨 人家來用也比較舒服 那或者說你 人家刮乾淨 你來用也比較舒服 所以你可能把這個邏輯換一下 就是說這個不是我嫌棄你為什麼 是你要為別人想一下 我覺得這個可能比較有動機 對 在我們家是這樣 因為它也是刷完牙 洗完臉 不知道為什麼 整個廁所會很像打仗一樣 然後就是整個鏡子會噴的 都是牙膏跟那個泡沫 像今天早上我就拍了 我們家的廁所的鏡子 又是一片浪跡 就上面你可以看到 都是那個泡泡跟牙膏在上面 那像美人結醬的 它就是刷牙都很大力 然後我就會覺得第一個 你刷那麼大力 其實對你的牙齦很不好 你會流血嘛 對 這其實是不健康的 然後再來 有的時候我們跟朋友 出國旅行的時候 可能也是跟朋友一起共用 就跟美人結醬 會造成下一個使用人的困擾 對啊 那另外呢 他真的有一些習慣不是很好 他家裡不是很多那種零食嗎 他就拿起來吃一吃 他吃零食就是這樣 吃碗就這樣 好賣 好賣 這我真的比較 目前到現在都覺得 這好像真的腳骨灰 但是你不能一而再再三去 糾正他這個詞 他會見笑轉生期 他終於一次會突然翻臉這樣 而且他是掉到地上 他也會見笑 你多講幾次就說 我這樣子有什麼關係 我媽都不會講我 你為什麼一直都沒講我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我媽都不會講 重點來了 我媽都不會講我 我不想再看你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亦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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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波波 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惜地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各位媽媽 你沒有把你的兒子教好 或者是你沒有對你的兒子要求 你幫你兒子做太多 將來就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對 也就是因為有一個世代的男生 因為媽媽都 做好了 都做太多了 對 就突然娶了一個老婆 一直念她 她也會 她也要有一個時間來適應 對 像我的兒子要出國讀書的時候 我就說不行不行 這個一定要教好 要不然出去要丟台灣人的臉 為什麼 因為宿舍是共用浴室 對 你用過的浴室 你一定要打掃乾淨留給別人 我去瑞士的時候 我想說我先去看他的 這個廚房的冰箱多大 我再決定要買東西 把它塞滿 對不對 不要小氣 對不對 廚房既然是共用的 我們就把它塞滿 結果他盧森堡的同學的媽媽 比我提早一個小時到 OK 你看 人家的媽媽把冰箱塞滿 是塞成這樣 有沒有看到 下班超市 全部都是肉 奶跟起司 你知道嗎 滿滿的 塞得這樣 塞得好好的 對 人家的媽媽也是在想說 幫兒子 做一面 搭給一下 那再來 她後來兒子跟我講 她說 她的同學每一個 的確玻璃都是乾淨 對啊 要刮乾淨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不是不能教的 這是可以教 也是可以要求 而且是學得會 你等到她將來結婚之後 再被太太這樣的訓練 其實講的 這很容易造成 彼此的一個衝突 對啊 所以媽媽有教 就不用老婆來教了 對 真的 家裡面的對話都這樣 我老婆不是說 妳那襪子為什麼 因為妳在沙發底下 她有時候有開玩笑說 妳媽沒有教妳嗎 我媽正好就是沒教我 好討厭 妳是很老人厭的 對啊 到底學哪邊的人不正常 哪件事男人教的八百遍 還學不會讓人超火大 A 衛生習慣 B 花錢習慣 我們來聽聽 DL是怎麼說的 我的答案是A 明明跟她講了八百萬次 臭襪子要丟進洗衣欄裡面 但永遠都是會忘記 當你工作很累回到家的時候 又看到滿滿的臭襪子 你就會真的覺得非常的生氣 這麼簡單的小書 為什麼都做不了呢 我選A 衛生習慣 因為我們家四個男生 只有我一個女生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每次去上廁所的時候 那個門一打開就 跟這尿造味充病 然後本來是鼻塞 屁苗就通了 我每次都覺得說 你們不能好好尿尿嗎 而且我常常都教他們講說 你不要很隨性的 就是掏出來就直接尿了 你一定要 拿出來以後 覺得把它是直的 然後看準 最準以後再尿 但是怎麼教都教不會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二十的KOL 投票給了B 花錢習慣 而有百分之七十八的KOL 投票給了A 衛生習慣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有到冬天會贏進去 我自己有時候會甩 好 大部分選擇的是衛生習慣 所以選花錢的B 不正常 男人家不會又不改進 他們的心態你覺得是什麼呢 A 把老婆的話當耳邊封 B 因為有老婆替我善後 A 還是B 請舉牌 都是善後 那先從加分來好了 有一次 我要去桃園工作 我要出差 我就說 那個老公 如果你要吃飯什麼的 午餐 晚餐 你就自己打電話 或者是用手機 你就叫我外送就好了 我老公說 我從來沒有叫過外送 我不會叫 你幫我叫 我說來 我教你 來 手機拿出來 下載完之後 點 你要吃什麼 好 結帳 他就會送到樓下了 你只要去拿 就搞定了 OK吧 好 我知道 然後我就去出差 隔天到了中午時間 11點55分 我電話響了 喂 我老公說 那個要叫外送 你幫我叫一下 然後我要吃那個某某素食 然後三份 加飲料 我說你就叫外送 他說沒有 我從桃園訂 然後地址是我們家的地址 訂好之後 我還要請外送人員 傳照片給我 我再把它傳給我老公 我老公再下去拿 所以我變成是 我老公的外送員 我幫他叫好 然後他直接下去拿 對啊 這怎麼對呢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做 然後只會說 反正我老婆會用 都推給我老婆 我也是沒有自己叫過外送 所以你也不會叫 我也不會叫 可是其實現在很簡單 你叫外送的時間 等他到的時候 我已經吃飽了 因為我動作太快 我跟我的助理他們PK過 來 你現在叫外送 我進廚房 那你叫外送 讓我們看誰先上座 對啊 我永遠贏 沒辦法 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都不會懶得煮 對啊 我不會懶得煮 我們家冰箱也有兩百個餃子 還有很多只要熱一下就可以 我們家冰箱 我們就是懶得叫 我們家冰箱也是有兩百個餃子 但是我老婆一樣會 UBER EAR點 周胖 對 沒錯 我也是 永遠沒有要自己出 拿去美人姐家 我老公最討厭就是 把我的話當耳邊封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 就是我每次跟他講什麼 他永遠就是記不住 也沒有拼進去 過年過節不是要訂禮盒 像中秋節要訂禮盒幹嘛 我每次都提醒他說 你要先早點訂 因為你如果到時候沒早點訂 到時候會訂不到 或是會有缺 然後他每次都跟我說 反正時間到你再幫我訂 我說我幫你訂 我可以幫你 我先幫你訂好 你看你要幾份 我說我現在不知道 還要送給誰 要日子進了 我才知道 你有沒有一些新客戶 或幹嘛要送幹嘛 可是每次到最後 你跟他提醒他 用小便條紙提醒他 趕快告訴我打APP傳LINE給他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訂 再來又要來不及了 他都是到最後一刻 才會跟你講說要幫我訂 然後每次都要很趕很趕 他就是把我畫當耳邊 不是啦 因為你沒有搞清楚 他其實是幫你當成秘書 那你自認為是一個老婆 敬老婆的責任提醒 因為你這樣子中間就有落差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稱職的秘書 你怎麼還會問這個事情呢 過去三年到底送了哪些人的禮 這名單列出來 老闆還要繼續送的是誰 不要的是誰 你勾一勾就好了 我就不是秘書 對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心裡面也不想當這樣的秘書 對 要幫他訂 對 這不應該你做的事情 那你救人要救策 宋佛要送上天 你乾脆就把它列印出來 你既然這麼愛悼念人家 你就列印出來 他就是愛念 當然我不想做 對不對 對 我愛念 你那有意思嗎 他愛念哪有 他愛念 你就愛跟整個做好 他就打勾 他如果連打勾都不要 那這個真的也很奇怪 你根本就不要理他了 對不對 OK 到底嫌哪邊的人不正常 男人招不會又不趕進 他們的心態是 A 把老婆的話當耳邊封 B 有老婆替我善後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一定是B 因為男生其實一點都很笨的 有人幫他的話 他就會不做的 但是如果沒有人幫他的話 他就會自己去做 像我男朋友一樣 每次呢我教他吃完東西 要立馬洗碗 他就不做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不做的話 我會忍不住做 因為我怕有張拉嘛 所以我一定是虧損B 因為我另外一邊 我幫他下火 答案是B 因為我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那那個人的衛生習慣是不太好 就是他可能東西用完 會學手扔 這邊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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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弄得整個家裡 非常的脹亂 那我自己受不了 我就是會幫他收拾 那久了久之我發現 好像就是吃定了這邊 有人會幫他善後 所以他這個狀況就越來越糟糕 後來就跟他拜拜了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4%的KOL投票給了A 把老婆的話當耳尖鋒 而有66%的KOL投票給了B 有老婆替我善後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我不其然 就是因為有老婆替我們善後 所以選A的不正常 那再什麼叫做不會的話 你也不能對男人做哪一件事情 A 當著親朋好友的面前數落他 B 不讓他進房間睡 A 還是B 請舉牌 我跟你講 不讓他進房間睡 是一種懲罰喔 好... 是啊 最喜歡睡沙發了 一直以來苦無藉口 沒想到你把他抓好 所以我說今天在小孩面前 跟他講說 你今天不要進房間了 你快去外面睡 然後他就會比較 這送到他了 沒有 他會生氣 我老公會生氣 在小孩面前 因為他會覺得 這個房子是我買的 你為什麼叫我去外面睡 要去 應該是你去 可是我們共同的疑惑啊 我老婆不知道我要出去 你出去 你跟我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你別再進去給我家了 我想說 對 然後我老公就會說 這家明明是我買 為什麼會是我出去 要出去也是你出去 你要聽那種真的厲害 會吵架的女人 你知道嗎 來...你再講一遍 你跟我出去 我出去 要出去也是你出去 那個家是誰買的 你搞清楚啊 是不是叫家 家是由老婆小孩才叫家 你如果就還是出去 你就是有個房子 你有什麼家 沒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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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婆妹子 沒有比家 變成一個空殼了 真的 對 這是一個屋子 老婆小孩不在了吧 老婆沒有孩子 你覺得你有家 這孩子家嗎 好 非常好 要搞清楚 搞清楚 搞清楚 我們女性觀眾要記下來 因為這個對牌 每天都發生在台灣每個家庭 我會選說 不能在親朋好面前數落它 是因為如果我們像 比如說我們綜藝帶習慣了 然後我又雙子座 很希望一個場合是很開心的 然後可能就兩個夫妻在吵架說 你們怎麼樣 你們我們也會加入 就說 對啊 男朋友會怎樣 他會在 都襪子都不收 然後那個水都不刮 這很髒什麼的 然後我每次 就是有時候想跟他分手 他就會很勉為其難 就是笑笑的在那個場合就 對啊 你不要再講了 可是我都看不懂 然後就繼續數落他 回去他就大發飆 他說為什麼我的私事 要跟別人數 你可能講太多了 真的嗎 對 我也覺得講太多 可是講一個還好 但因為你沒有一個拿捏 所以我覺得男生 其實是面子問題 我們在別人面前數落他 他們很丟臉 你們是選什麼 他們都是面子的 我是選不讓房間 我們家是沒有發生這種事 但因為我覺得不能選 是因為如果你 不讓他進房間睡 我都覺得是在鼓勵他 沙發為什麼好睡 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那個 身心靈都比較虛的時候 其實在房間裡面 也會有壓力 有時候老婆翻身 其實她就是翻身 可是我們會嚇一跳 有翻身 翻到不大 你叫做名字嗎 不是 不是以為要吃完全餐 對 以為要幹嘛 就本人會講說 我今天很累 不然改天好了 就是 以為要全餐 那客廳的沙發 那相對是一個 自己獨立的同學 但其實你知道 很多女人也很累嗎 大家都50幾了 就好好的睡 對啊 偏偏不睡 老婆三 我沒有要跟人 人玩又做不完 不過歐巴桑 沒睡了 老婆三 做他睡了 真的 想看難看 好 珍妮妳聽 我在說什麼 我知道 每次我都睡 對啊 誰跟誰人 還沒 她是手來腳來的 你跟誰 這樣 說什麼 你現的時候 你再睡了 好 好 我是選 不能數落他 我們這種 古人的level 怎麼能對組織不敬呢 對不對 所以絕對不能在 大家 太卑微了 太卑微了 我也是屬於服務型的 我告訴你 那你就不懂 SM的玩法 怎麼玩 你覺得SM裡面 是那個拿鞭子的人 在主導一切的事情嗎 不是 不是 不是喔 是哀的那個 對 是那個違反遊戲規則 你只要違反遊戲規則 我鞭子就下來了 那你一定要違反規則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所以這個對應的關係 是不一樣喔 很卑微 他在主控 天啊 為什麼你笑得這麼僵呢 因為 因為有小手似的問題 被釋破 被釋破 到底選哪邊的人不正常 再怎麼教不會 都不能對男人做哪件事 A 當著親朋好友的面 數落他 B 不讓他進房間睡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我選擇的答案是 我男友最常車鑰匙會找不到 那我就教他說 其實你就可以回家 每天回家 固定放在一個地方 這樣你就不怕出門的時候 急著找不到鑰匙 那有一次我們跟朋友 約了在餐廳吃飯 他遲到超級 九半個小時以上 後來他急發發的 趕到餐廳之後 他第一句話跟我說 天啊 我剛剛找不到鑰匙 找半天 那我當場就很埋目的啊 當著朋友的面說 你看吧 我就跟你說 你就是要過在固定的地方 結果發現 他臉色完全變了 我就發現說 哇 原來男人 真的不能在大家的面前 數落他 這題版本我選的是A 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就是親戚都有回來嘛 開了一個玩笑 然後呢 對方已經有一點點 不太開心了 但我老公沒有發覺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很直接的跟他說 你可以不要這樣開玩笑嗎 就是人家不喜歡 然後我老公當下 就有點不開心 他那次是真的 非常的不爽 還真的回家 完全沒有跟我講話 所以就從那次之後 我就發現 天啊 男生真的是不能 在親友面前去 批評他做哪裏做得不好這樣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12%的KOL投給B 不讓他進房間稅 而有88%的KOL 投票給了A 當著親朋好友的面 數落他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高達9層 進9層 果然是不能在親朋好友 面前數落他 所以不讓他進房間稅 是沒有什麼鳥用的 噴 有了 我竟然全走 好 那請問一下 大家曾經用什麼方法 成功教會男人某件事情 來 請翻牌 好 把小孩翻出來 嘴甜稱讚 不接他的電話 冷著他 對不對 也不是冷著他 因為那時候小孩 就是剛生的時候 你知道新手媽媽其實壓力很大 可是老公對於小孩 完全沒有感覺 他也不想去學怎麼 照顧 所以變得我很累 我白天上班完 然後晚上要自己帶小孩 然後又半夜要這樣起來 我就有點受不了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我去報名了禪修班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覺得我心理壓力太大 禪修的話 手機要交出來三天 對 就是手機交出去 然後三天 他完全找不到我 但是他三天之後 我的人生就重新 重新運作 然後整個好轉 因為他 開始學會怎麼照顧小孩 OK 我覺得非常棒 這邊是 在外面稱讚他 無歸於盡 讓他有愧疚感 那從頭到尾都是 以阿信的這種 那就是服務行 對啊 鎮莉幫女兒 幫女兒出馬有用嗎 有 因為我 我老公本身就是一個 寵女魔人 我那時候覺得想說 他年紀真的也不輕了 所以也應該要好好 保養一下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想說幫他 讓他就幫他辦一張健身卡 讓他可以去做運動或幹嘛 可是你要拿給他 跟他講說 你就去健身房做一下運動 他就會跟你講很多藉口 那密閉空間 現在又有病毒又怎樣 反正就毛病一堆 他就是不要去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說你看 我就直接拿我女兒的那個IG 你看他現在 都關注了這些男生 都是有在練健身的 他喜歡 就是你看你女兒已經開始 比較喜歡有運動型 有點陽光型那種男生 所以你還不趕快去照顧好你身體 以後你老了 你女兒就不要你 也不要 也不要帶你出去玩了 怎樣的 然後他就會聽說 真的嗎 他就開始有認真 就開始有去做一些健身的運動 他就是因為這樣有在運動 他的氣色還真好 然後我們兩個一起出去的時候 人家就看看 看看他在看我說 你最近怎麼了 你為什麼感覺很憔悴 說我很憔悴 你以為你是你老公的阿姨 謝謝你 你沒說是他媽就好了 因為你知道自己沒有運動 可是只是叫別人去 那我在家就是繼續看我的劇 吃我的零食 所以變成我就是比較胖一點 然後也面色比較憔悴 想說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都說 你怎麼了 你是不是他的媽了這樣子 其實像剛剛甄莉姐講的就是 其實在工作很忙的時候 身體會變壞 其實像這幾年疫情 我們兩個一直在家 大吃大喝 然後整個生理時鐘 還有代謝都變差 後來我們就是有開始健身 然後他體態越來越好 結果就真的把他教會了 他都有一直在維持 然後但是像現在又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解封又開始會跟朋友去聚餐 或是會吃吃喝喝 然後我們就有找到 除了運動之外 還有一個秘密法寶 可以讓我們維持下來 對 今天我有帶來 對 我今天要來借花幸福的 就是這個仙女妞妞2.0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叫做粉紅燒泡 我之前聽朋友說 吃一些刺激的食物 就是吃辣或什麼 讓你的體溫變高 或促進你的新陳代謝 沒有用 因為我有吃超辣 然後一直拉 可是我體重一點點都沒有掉 反而腸會壞掉 對 腸會壞掉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找好的產品 然後可以來幫助 像我們現在年紀比較大了 我們的代謝就是比較不好 那它為什麼叫粉紅超跑呢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 就是可以提高 我們整個的代謝能力 它裡面有一個很厲害 馬甲標靶的成分 就是奇蹲果酸 這個東西它是從橄欖葉裡面 萃取出來的 然後所以你只要吃了之後 你整天都會在一個 很高的活躍的狀況 也就代表我們的代謝好 代謝好的話 你人就不容易老 也不容易把脂肪囤積在身上 它的這個粉紅超跑 除了可以拉高我們的轉速之外 它裡面還增加了三種代謝力 第一個是美國專利的分解酵素 還有SOD蔬果酵素 跟一個相當重要的 專利菸鹼酸殼 很多的朋友都一定要吃澱粉 或是很愛吃甜點 就是我 這個東西就是可以幫助美人姐 可以維持糖類正常的代謝 那姐妹聚餐完 我回家睡前吞兩顆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這個 日本專利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這個東西非常厲害 它是一個日本的博士發明的 因為它女兒的體態 所以她想要幫助她女兒 改善這件事 然後她研究了一年多的時間 後來讓她女兒服用 她女兒一年之後 整個華麗變身 體態現在變得很漂亮 那我自己吃的心得是 在睡前吃 早上醒來的時候 眼睛一張開我就會覺得 有感覺喔 然後我就是慢慢地走去廁所 然後就在馬桶上 所以不會肚子痛 我不會 簡單地說就很像 你把一個很專業的 清潔打掃阿姨 丟到你的腸道裡面 她會幫你把不需要的東西 全部嘟嘟嘟嘟嘟 讓你排出去 那我吃了一陣子 我早上上廁所的時候 都是正常排便 OK 那你需要配合什麼運動嗎 我自己在家的話呢 我會做兩個運動 是可以邊看電視 像我們現在看節目 就可以做了 很簡單你就是坐著 那這是針對拜拜秀的部分 但是是要一點時間 然後很簡單 你就是這樣把它伸直 轉圈圈 先往一個方向轉 50下之後再往 另外一個方向轉 回來 你可以再這樣做 喔 對 翻轉 一樣也是做個50下左右 我們就可以再換核心的動作 就是可以把手這樣撐在後面 然後這樣子 腳舉起來 然後利用核心的力量 手要撐住喔 但以為我這個這樣 其實應該是要這樣 對 就是這樣 看個電視為什麼還這麼累 來 去看一下 音音做得很標準 音音做得很標準 對 音音做得非常標準 對 音音很標準 就是上次的動作 或是也可以這樣加強版 也可以這樣子 這兩個加乘 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 控制好自己的體態 這個叫請教我們 健康管理師 培訓 她剛剛提到這些成分 為什麼可以幫助我們身體 帶來好處 那我先解釋 齊吨果酸的部分 那齊吨果酸其實是去年 還獲得了這個 級標性原料的這個大獎 那為什麼這麼紅呢 就是因為它有 內建運動員這樣的功能 所以很多上班族 或是像媽媽帶小孩 可能沒有時間運動 那它可以透過這個 齊吨果酸 幫助你身體 維持在很活躍的狀態 因為我們都知道 窈窕其實會需要運動對不對 但我們沒有時間運動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品 那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愛吃澱粉的人 其實這個 菸鹼酸隔 就可以去幫助我們 正常糖類代謝 其實滿適合我們亞洲人 你剛剛有講到這個 Fibrosol2 這個水溶性膳食纖維 也是日本人很愛用的 因為他們其實很喜歡吃澱粉類 對不對 那這個水溶性膳食纖維 因為它會吸水膨脹 所以它其實也可以 促進我們的腸道蠕動 所以我們的拍蜜亞 就可以很容易在身體裡面 隔天就把它拍出來 就會讓你身體 是很舒服的這個狀態 所以其實像菸鹼剛剛是說 飯後的 飯後吃兩顆 兩顆 其實如果你真的這一餐 會讓你很罪惡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先吃 提前半小時吃 會讓你有飽足感 那你就不會 就不會吃比較少 對 因為我們其實控制體態 就很怕自己是大食怪 所以這也會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對 我覺得像剛剛 她就講到一個重點 然後我自己平常在家的時候 就是會很容易追劇 或是無聊 就是會想要去開零食櫃 或是去冰箱找東西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粉紅超寶 還有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就它裡面有巴拉筋糖 它其實是一個DGI糖 然後像我的營養師朋友 他就有說 這個是現在非常非常流行的 日髮體態的一個管理概念 然後它現在很流行的 慢熱量的調控法 那怎麼吃呢 吃飯前的半個小時 我就會先服用 然後吃了它之後 你就會覺得 好像有一個比較飽足的感覺 然後你就可以控制好你的嘴 關好你的嘴 就也不用怕體態失控 一般糖類 因為它很容易讓我們 升糖指數很快 所以它能量來了很快 但它消耗也很快 所以一下子消耗完 我們就感到飢餓了 但是這個巴拉筋糖 對 它從哪裡來的 它是從甜菜跟萃取的 它是從天然糖 所以代表它有甜味 有甜味 但是它不好被消耗吸收分解 所以它是可以慢慢的提供熱量的 所以像一般精緻糖 你大概四個小時會消耗完 巴拉筋糖可以撐到八個小時 所以因為你穩定 會有一些能量補充 所以你不會感到飢餓 所以也可以幫助你的飽足感去延長 你今天講了很多 男人跟女人 交對不對 男人交不會的 交不會 就有時候真的要把它交會 但是管理體態就不用交 你就拿這個給拿直接 直接 其實今天這個題目呢 我們把它換過來呢 如果六個都是男生呢 其實也一樣適用啦 對 女生也有鐵板塊 送不了 然後偏偏呢 這樣的人要結為夫妻 我怎麼那麼開心 有 突然消失 互相體諒 好不好 OK 好 家不是只有一個房子 是因為有家人 謝謝你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請問一下 請看 說明 請看 請看 我 請問一下 親 請看 下